第1341章极客击杀 此时 方文良住所的大厅里 沈丰额头上冒出了斗粒大小的汗珠 鼻子里的气息显得十分紊乱 心脏跳动的频率非常之快 他的瞳孔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自语道 受瞳太消耗玄气和神魂之力了 或许是距离远了一些 如若是近一点的话 应该会好上不少 他从一开始便没打算靠着火焰神师 将范广山和范铃鱼给杀死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利用火焰神师 尽可能给这对爷孙造成最大伤害 最重要这头妖兽还是他们所饲养 沈丰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心情是多么不爽 不过 沈丰通过火焰神师的眼睛 看到范铃鱼竟然重新接上了一条手臂 这让他心里面略为有些惊讶 但 现在不是思索这些事情的时候 尽快恢复体内的伤势才最重要 他知道以范铃鱼他们狠辣的性子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缓缓身吸一口气 从嘴巴里吐出之后 沈丰继续闭目养神 等待着方文良和方景年回来 正当这时 范广山和范铃鱼所在的院落里 火焰神师的无头尸体 安静地躺在地面上 范广山看着光秃秃的右手掌 失去五根手指的疼痛 让他时不时地皱起眉头 他的手指已经被火焰神师给嚼烂 根本无法重新连接到手掌之上 而利用范家的秘术 用别人的手指来连接的话 需要损耗他的修为 很有可能会让他掉落到地玄境 这对于他来说是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他帮自己孙子范铃鱼接上一条手臂 那是因为范铃鱼的年纪还轻 有时间去追回掉落的修为 而他已经一大把年级了 盯着大长老之位的人有很多 如若他的修为掉落到地玄境 恐怕大长老之位会不保 况且少了五根手指 他的站力不会大幅度下降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他勉强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火焰神尸的脑袋已经被拍烂 范广山无法再次探查一遍 他只能将神魂渗透进火焰神尸的体内 过了促分钟之后 他还是一无所获 喝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头孽胥如此发狂 好像有人在暗处操纵一般 耳朵里嗡嗡作响的范铃鱼 感觉耳末一阵刺痛 他的耳朵差点被震聋了 模模糊糊听到自己爷爷的话后 他说道 那小子会不会是一名控寿师 范广山一口否决道 不可能 一众天内的控寿师传承早已断了 不知道多少岁月没有出现控寿师了 而且那小子如今在练心格分布 想要如此远距离操控妖兽 不是一般的控寿师能够做到的 假如他就算是控寿师 这般年纪 控寿水准会很强吗 不可能如此远距离控制火焰神师 所以 他是控寿师的可能性并不大 当范铃鱼想要说话的时候 促到身影依次掠入了院子里 看到脑袋被打爆的火焰神师 看到失去五根手指的范广山 看到街上一条手臂的范铃鱼 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都微微一顿 为首的一名中年男人 脸上是肃目无比的表情 眼眸之中隐隐带着一种阴沉 他便是天眼府的府主王楚松 其余几人是天眼府内府的长老 对于范铃鱼的事情 他们都已经听说了 刚刚他们是感知到这里的动静 才敢过来看一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等王楚松开口问话 他的女儿王雨兰也走进了院子 看到这里的情况之后 柳梅情不自禁地皱了起来 其中一名鼻子上长着一颗质的老者 在腰间的传讯玉牌闪烁之后 他感知到了其中的信息 随后看向王楚松 道 府主 外府的长老给我传讯 林墨和周阳俊失踪了 他们没有在闭关修炼 也没有人看到他们离开天眼府 此话一出 唯有范铃鱼脸色微微一变 王楚松知道这两人是外府内的第一天才和第二天才 正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 范铃鱼站了出来 道 府主 我知道林墨和周阳俊的下落 我之前让他们去看过住在外府的那小子 让他们去给那小子送几瓶疗伤药 我作为内府的大师兄 自然不能失了礼数 如今看来 林墨和周阳俊绝对凶多吉少了 那小子肯定是有着某种阴谋 文言 那位鼻子上长着一颗质的老者 随即传讯给外府的长老 让他们去沈丰原本所住的院落看看 很快 在他收到传讯之后 他对着王楚松摇了摇头 道 府主 在那小子所住的院落 也没有发现林墨和周阳俊 如若他们真的是被杀了 那么对方的手段应该极其狠毒 直接让这两人彻底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一根骨头 范广山也随即将刚才发生在院落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停顿了一下 等待众人思索一会之后 他又说道 或许火焰神师的发狂 真的和那小子有关 要不然怎么会发生如此诡异的事情 王楚松等人纷纷点头赞同 只有王与兰柳梅咒的更加紧 他心里面知道 林墨和周阳俊之前去找沈丰 绝对没有安好心 不可能是给沈丰去送疗伤药的 宇兰 那小子有没有可能为方文良解开疑难 王楚松已经从王与兰口中知道了练心格分布的事情 王与兰实事求实地摇着头 肯定地回答道 那个疑难在依众天内无解 听到这个回答之后 王楚松眼眸里冷一闪烁 他原本就不会同意自己女儿和沈丰之间的婚约 如今可能是沈丰杀了他们外府的天才 而且让范灵雨和范广山也一再憋闷 不管如何 这件事情必须有人要站出来负责 虽说他也清楚 应该是范灵雨让林墨他们去找沈丰的麻烦 不过这些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天眼府如今接近于顶级势力 做事情不必如此畏畏缩缩 既然那小子眼下在练心格分布 那么我还是要给方文良几分面子 不过等那小子自己从练心格分布内出来之后 即刻即杀 王与兰忍不住说道 父亲只是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王楚松便打断道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 至于等那小子的长辈回到这里 我们只需要实话实说 我们即杀那小子是有理有据的 如若那小子的长辈胆敢撒野 干脆将他一并处理了 天眼府的先祖和他们的先祖 在很久远的曾经 确实有些交情 但是这么久的岁月过去了 哪怕在浓郁的交情 也该化为淡水了 第1342章只有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在王楚松做出决定之后 范广山和范林宇这对爷孙 主动接下了即杀沈丰的任务 他们准备去练心格分布对面的一家客栈等候 只要沈丰踏出分布之内 他们便能够第一时间展开即杀 其余内府长老对于王楚松的决定 全部是举双手赞成 如今的天眼府一天比一天强大 他们虽说还没正式抵达顶级势力 但却已经拥有了顶级势力的自傲 只是杀死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小子而已 况且他们外府内的天才 应该是死在那小子手里 所以他们是底气十足 只有王宇兰脸上浮现着复杂的神色 之前在练心格分布 他多次好心提醒沈丰 结果对方却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 说实话 对于这件事情 他心里面非常的气恼 不过 王宇兰尽管是一个十分骄傲的大小姐 但他内心深处保持着善良的心 虽然他不愿意和沈丰成婚 但天眼府主动去急杀沈丰 这未免做得太过了一些 最主要他可以肯定 林默和周扬俊之所以会被杀 绝对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可看到自己父亲的神色之后 王宇兰知道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只能在心里面叹了口气 人散了之后 王宇兰回到了自己所住的院落 他坐在梁亭里围皱柳梅 照理来说 沈丰的死活和他根本没关系 换句话说 一旦沈丰死了 那么他再也不用担心婚约的事情 他应该要开心才对 老钟回想着沈丰在火焰神尸的攻击中活下来 回想着沈丰对他一次次的冷淡 回想着沈丰在方文良面前的不卑不亢 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 片刻之后 王宇兰右手臂一挥 面前的石桌上立马出现笔墨指标 他带着犹豫写了下了一封信 随后 他看向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丫鬟 道 小青 这封信你找人送入恋心的分部 你要记住 必须要让值得信任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封信必须要交给方副格主 或者是他的职责方景言 这件事情不能让天眼府内的人知道 你找去办事的人 最好要经过易容 你懂了吗 小青接过王宇兰写的信之后 道 小姐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办妥 王宇兰看到小青离开院落之后 他缓缓松了一口气 自语道 我能够做的只有这么多 至于你能不能活下去 只有看你的造化了 在他看来 哪怕范广山他们将沈丰给击杀 最后沈丰的那位长辈回到这里 也根本对天眼府做不了什么 只能够灰溜溜地离开浮摩城 他心中或许是对沈丰多出了一丝怜悯 再有他一直是一个有自己底线的人 与此同时 练心格分布 沈丰所在的大厅里 方文良和方景言走了进来 他们将沈丰需要的所有天才地宝 一样没路的全部找齐了 小友 大厅的后面有一间修炼室 你可以暂时去哪里恢复伤势 我保证没有人敢来打扰你 方文良颇为热情地说道 沈丰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多说任何废话 将这些天才地宝收入血红色戒指内之后 他便走入了大厅后的修炼室 并且将门给关上了 见沈丰去疗伤之后 方文良对着方景言挥了挥手 道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 方景言知道接下来的事情 对于小叔很重要 他非常适去地离开了这处院落 而方文良继续按照沈丰的办法 炼制了一些冰火雇魂翼 直到第二天的深夜来临 他才停手 走进了自己休息的房间里 手掌按在了右边墙面的一块石砖上 当这块石砖被按下去之后 卡 卡 卡 一阵细碎的声音响起 在房间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洞口 方文良脸上 浮现激动之色 深吸一口气 缓步走进了洞口之内 趁着里面的阶梯一路往下 为多久之后 方文良来到了一间弟弟密室内 这里的摆设十分简单 一名闭着眼睛的女人 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 这名女人的模样十分貌美 浑身透出一种成熟的气息 她躺在由石头拼接而成的石台上 这些石头内闪烁着微弱的白光 从其中散发出对神魂滋润的力量 这乃是地魂石 有一定滋养和稳固神魂的作用 这名貌美女人的神魂处于溃散状态 靠着地魂石才一直维持着神魂不消失 只不过 如今地魂石的作用在越来越小 最多只能再支撑一年半载 方文良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一步步地走到了女人的身旁 道 雅容 老天爷没有瞎了眼睛 你很快就会苏醒过来 我保证以后一定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说完之间 她伸出手摸了摸云雅荣白皙的脸庞 如若沈丰在这里的话 那么她一定会觉得云雅荣和王雨兰 好像长得有几分相似 方文良将自己炼制的冰火固魂液全部拿了出来 这种三品灵异 能够凝聚修饰溃散的神魂 方文良意志着心中的不平静 一口一口地用嘴巴 将冰火固魂液入云雅荣的嘴巴里 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当冰火固魂液的作用发挥出来之后 方文良可以感觉到云雅荣的神魂 终于在停止溃散的趋势 逐渐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半场之后 当云雅荣眼皮抖动两下 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的时候 方文良紧紧地屏住了呼吸 他等着一天 等了太久太久 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了 喉咙里轻轻喊了一声 雅荣 此时 另外一边 沈丰也从修炼室内走了出来 他直接进入血红色戒指的空间内疗伤 在其中停留一个月 外面只会过去一天 利用方文良给他的天才地宝 他除了彻底恢复伤势以外 修为变得更加强悍 又往前跨出了一步 距离突破到零玄境七层 应该不会太久了 可能是这次受了重伤的缘故 在恢复伤势和感悟的过程之中 让他不知不觉又有所提升 沈丰已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黑色长衫 之前全身的血迹也早已清洗干净 在院子里的方景言 看到出现在大厅的沈丰之后 他随即走了进来 恭敬地将手里的一封信递了过来 道 熟 这应该是王宇兰写下的信 是一名长相极为普通的青年交给我的 我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 天言符想要击杀您 沈丰在看完信里的内容之后 信里面冒出一种古怪 对王宇兰有了不少的好感 这个女人倒也挺可爱的 第1343章名洞符磨成 信里说得很明白 只要沈丰一踏出恋心格分布 便会遭受到范广山等人的击杀 王宇兰在信里让沈丰暂时留在恋心格分布 而且还请求方文良秘密送沈丰离开福磨成 方景言除了满脸愤怒以外 眼眸里浮现了一抹怪异之色 她非常怀疑 自己的这位赎 是不是将王宇兰给拿下了 根据她的了解 王宇兰从来没有对一个异性如此关心过 其实连王宇兰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写下这封信 她心里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和沈丰接触的短短时间 沈丰犹如一块石子 投入了她平静的内心 让她思绪泛起一层层波纹 荡漾着挥之不去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随手将这封信放在桌子上之后 沈丰嘴角浮现冰冷之意 她还急着回一趟云霄沈宗 之前将木林宇全身血液凝聚成的一瓶鲜血 一直在她的血红色戒指里放着 她必须尽快将这瓶鲜血 融入木清血的身体内 如若超出一定天数 这瓶鲜血将会失去作用 原本等秦摩回来之后 眼前的麻烦应该会迎刃而解 凭借秦摩的战力 肯定会让天眼府退缩 只不过 她根本不知道秦摩什么时候回来 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锦言 这件事你怎么看 沈丰随意问道 自从喊出一声熟开始 方锦言真心实意把沈丰当作自己熟熟看待 她怒火暴涨地说道 熟 这还用说吗 如若天眼府真的敢对您动手 那么我们扶摩成练心得分布也不是吃素的 在沈丰微微思索之际 方文良和一名蒙着面纱的女人 从房间里缓步走了出来 看到恢复伤识的沈丰之后 方文良拉着云雅荣的手 走到沈丰面前 道 雅荣 是这位沈老弟为我解答了疑难 要不然我这辈子也无法炼制出冰火故魂意 文言 云雅荣让方文良松开自己 他亲自向沈丰鞠躬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谢意 方文良解释道 老弟 雅荣喉咙有些问题 暂时发不出声音来 过两天应该会恢复 沈丰摆了摆手 道 方老哥不必如此 解答出这个疑难 对我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方文良脸上笑容不止 云雅荣神魂恢复过来 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天大无比的喜事 他笑道 老弟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沈丰笑道 方老哥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今天应该会离开福磨城 等下次见面 我保证陪你喝个痛快 在他说话之间 一旁的方景言拿起了桌上的信 道 小叔 这是王宇兰写下的信 天言福简直是太嚣张了 听到王宇兰这三个字之后 戴着面纱的云雅荣 眼眸里闪过异样之色 目光紧紧冰着王宇兰写下的信 在方文良大致看了一遍之后 他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不见 喝道 天言福如今还没有跨入顶级势力的范畴 就这般气也嚣张 如若将来让他们真的跨入顶级势力 他们岂不是要控制整个福磨城 老弟 我亲自送你离开福磨城 我看天言福的人敢不敢对我动手 沈丰犹豫了一下之后 说道 方老哥 要不然你秘密将我送出去 不要和天言福发生正面冲突了 方文良知道沈丰是为他在考虑 心里面对这位老弟越发欣赏 道 沈老弟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今后只要是敢对你动手人 便是我方文良的敌人 况且我和天言福的福主之间有仇 只是王楚松自己还并不知道 我和天言福之间早晚要做得了断 见方文良说道如此地步 沈丰也不好再拒绝 一行人朝着练心格分布的大厅走去 柳梦蝶除了在房间里休息以外 基本上一直在大厅内等候着 忽然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沈丰和方文良之后 他脸上浮现惊喜 脚下的布子立马走了上去 喊道 少爷 沈丰对着柳梦蝶点了点头 离开浮摩城之前 他的要先安排了这丫头 他看向身旁的方文良 道 方老哥 这丫头拥有火属性天赋 有一定几率觉醒天火 你能将他收为弟子吗 原本想要向方文良恭敬打招呼的柳梦蝶 听到沈丰的这番话之后 他整个人瞬间呆立在原地 沈丰竟然称呼方文良为老哥 而且沈丰还让方文良收他为徒 他如今只是天眼府最低等的下人啊 就算沈丰帮方文良解答出了疑难 恐怕方文良也不会答应这种要求吧 可下一秒钟 方文良几乎没有考虑 问道 丫头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柳梦蝶眼睛不停睁大 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脑中有些昏昏沉沉的 一时间 喉咙里根本发不出声音 要知道方文良在这处恋心得分布之内 根本没有收下任何一名正式弟子呢 沈丰随意提醒道 还愣着干什么 说话啊 柳梦蝶连忙回过神来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 他朝着方文良跪了下来 道 师父 请受徒人一拜 方文良笑着将柳梦蝶扶起 道 起来吧 他从沈丰哪里得知了柳梦蝶的情况 继续道 为师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样吧 我先送你一份名声 大厅里的修士和练心师 早就被这里的动静吸引 看到柳梦蝶成为了方文良的弟子 他们都在打听柳梦蝶的身份 得知这丫头只是天眼府的一个下人之后 他们一个个动起了心思 看能不能让自己儿子 或者是侄子之类的 迎娶到柳梦蝶 这样以后他们也算和方文良有了关系 在众人若有所思之际 方文良身影略出了大厅 瞬间玉空停顿在半空之中 道 从今天起 天眼府内的柳梦蝶 正式成为我方文良的弟子 我听说我徒儿的父母 在天眼府的一处矿山之内 还请天眼府给我一个面子 将我徒儿的父母立马送到这里 目前他和天眼府还没有撕破脸皮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将柳梦蝶的父母救出来 方文良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着 今天注定是柳梦蝶名洞福磨成的日子 没有走出大厅的柳梦蝶 看着神色淡然的沈丰 他紧紧地咬着嘴唇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沈丰 喉咙里哽咽道 少爷 谢 谢谢您 以后哪怕是让我给您为奴为弊 我也愿意 方文良是打算救出柳梦蝶的父母之后 在和天眼府挑破沈丰的事情 到时候 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 他相信这点面子 天眼府应该会给他 毕竟柳梦蝶的父母对于天眼府来说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第1344章说翻脸就翻脸 练心阁分部对面的客栈里 范广山和范林宇坐在二楼的一个包间 打开的窗户正好对着练心阁分部的大门 他们在听到方文良的话之后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一下 身子骤然间站了起来 目光紧紧盯着停顿在半空中的方文良 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王宇兰一直想要拜方文良为师 可始终没有成功 他的练心师天赋并不差 而这柳梦蝶只是我们天眼府的下人 方文良为什么会收他为徒 竟然还当众公布这件事情 范林宇紧皱着眉头 脸上布满疑惑之色 一旁的范广山沉思了数秒之后 到这丫头之前一直跟着那小子 范林宇神色阴沉地点了点头 他现在的怒意全部集中在了沈丰身上 恨不得立马将那小子给碎尸万段 范广山看着落回地面上的方文良 道 方文良这个人骨子里傲气得很 不会随随便便收徒 退一步说 就算那小子为方文良解答出了疑难 你认为那小子会将好处让给柳梦蝶吗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极有可能是柳梦蝶拥有恐怖的恋心师天赋 让方文良忍不住收下了这个土地 这个推测看似合理 但沈丰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而且他们低估了那个疑难 对于方文良来说是多么重要 再有 范广山也不会想到 沈丰拥有恐怖至极的天火要顶核心之空间 种种因素加起来 才让方文良对沈丰这个老弟无比看重 甚至可以为其不顾自己的利益 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范凌宇 对自己爷爷的推测很认同 说道 爷爷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范广山沉吟了片刻后 回答道 凌宇 你现在修为掉落 恐怕想要让王宇兰成为你的女人 更加困难了一些 你身边需要助力 或许将来成为不了辅主的女婿 你照样可以坐上辅主之位 文言 范凌宇眼眸里闪过一道金光 爷爷 您的意思是让我娶柳梦蝶 范广山笑着点头 道 不错 如若柳梦蝶成为你的女人 那么我们和方文良就更进了一步 虽说练心得总部之内 不止一位副阁主 但方文良是所有副阁主之中 声望最高的一个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并不吃亏 而且柳梦蝶这丫头的相貌不差 如今方文良亲自开口 我想辅主会给方文良一个面子 柳梦蝶的父母很快会被带到这里 到时候我会全力促成你和柳梦蝶的事情 你记住要好好表现 范林与嘴角笑容划过 道 爷爷 您放心 这么多年里 柳梦蝶一直是天眼府的下人 他的见识非常有限 我有信心让他成为我的女人 猝个小时后 练心格分布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方文良在宣布了柳梦蝶的身份之后 他便重新走回了练心格的大厅里 沈丰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 而方锦炎则是陪在他的身旁 他让柳梦蝶待在方文良和云雅荣的旁边 已经暗地里和方文良沟通过了接下来的事情 现在他只要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事情的进展 没有人在这种时候会去注意沈丰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柳梦蝶身上 长这么大 这丫头是第一次成为焦点 脸上是不太适应的表情 拳头钻得紧紧的 放松一些 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 沈丰随意传音道 柳梦蝶在听到沈丰的传音之后 出奇地平静了下来 今天的一切全部是少爷为他争取而来 无论如何 他总不能给少爷丢脸 钻紧的拳头逐渐松开 身体也不再那么紧绷 坦然地面对着集中而来的一道道目光 熟 他只是天眼府的一个丫头 值得你这么做吗 方景年忍不住低声问道 沈丰随口说道 在我昏迷的时候 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还不顾一切跟我来到练心格 这些全部是他应得的 况且这丫头心地善良 值得我为他开口 这也算是我和他之间有些缘分吧 方景年深感赞同地点着头 他也只是随口问一句而已 现在越发觉得自己这位熟绝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从练心得分布远处的天空之重 一辆奢华的马车在飞奔而来 里面除了坐着王楚松和王雨兰这对妇女 还坐着一对中年夫妇 他们的模样有些苍老 双手布满了伤口 脸上是局促不安的表情 他们便是柳梦蝶的父母柳翼东和陈敏霜 原本他们所在的矿场距离天岩府有些路程 不过 在听到方文良的话之后 王楚松随即传讯给矿场的负责人 随后 矿场的负责人用一头地旋进九层的飞行妖兽 新自将柳翼东和陈敏霜以最快的速度送了回来 在柳翼东和陈敏霜回到天岩府之后 王楚松让他们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他是看到了这件事情中有利可图 所以才立马让柳梦蝶的父母回来 柳梦蝶毕竟还是天岩府的人 只要处理得当 对于他们天岩府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王楚松的猜测也和范广山差不多 完全没有想到是沈丰促成了此事 车厢内有些安静 柳翼东和陈敏霜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的事情 而王宇兰心中隐隐有些不舒服 为什么她每天诚心诚意去拜见方文良 却连一点收获也没有 难不成她的恋心天赋真的不如柳梦蝶吗 飞驰的马车在接近恋心格分布的时候 范广山和范凌羽从客栈内走了出来 在马车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王楚松从里面走下来之后 这对爷孙上前恭敬打了一声招呼 接着范广山利用传英和王楚松交谈了一番 最后两人达成了统一的意见 暂时让柳梦蝶和范凌羽之间定下婚约 在他们利用传英交谈之间 王宇兰和柳翼东等人也相继走下马车 同时方文良带着柳梦蝶走出了恋心格分布的大厅 柳梦蝶见到自己的父母之后 眼眶瞬间湿润一片 忍不住喊道 父亲 母亲 柳翼东和陈敏霜想要冲过去 不过 被王楚松拦住了 方妇阁主 柳梦蝶的爷爷曾经背叛过天眼府 当初我们决定网开一面 不让其他人受到牵连 虽说柳梦蝶在天眼府过得不太如意 但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天眼府的人 这次你愿意收他为徒 我也不再计较他爷爷的事情 当做补偿 让柳梦蝶和我们内府天才范灵羽定下婚约吧 你认为怎么样 王楚松目光盯着方文良问道 柳梦蝶一脸的紧张 他根本不喜欢范灵羽 目光看向自己的师父 方文良笑道 梦蝶 为师不会让你吃亏 随后 他看着王楚松 又说道 我同意这桩婚约 不过 我图人嫁给这个叫范灵羽的 必须要风风光光 范灵羽原本还想要说些什么 可听到方文良的话后 他神色微微一顿 事情比他想象中的要顺利很多 王楚松知道方文良是一个信守沉默的人 不再阻拦柳一东和陈敏霜 见此 这对夫妇随即跑向了柳梦蝶 将自己的女儿紧紧搂入怀里 柳梦蝶没想到自己的师父会答应此事 脑中一阵的迷糊 脸上浮现着倔强之色 王楚松笑道 方副阁主 你放心 这场婚礼一定会风风光光 我们先坐下来定好具体的日子 然而 方文良却袖袍一挥 身影将柳梦蝶等人挡在了身后 冷声喝道 王府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刚刚有答应过你什么事情吗 来人 送客 此话一出 王楚松等人顿时脸色巨变 这方文良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而且竟然变得如此无耻 完全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小人啊 方文良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非常时候 自然要用非常办法解决 总不能让柳梦蝶的父母 被王楚松控制在手里 所以他才如此爽快地先假装答应了 他现在就是反悔了 王楚松能拿他怎么样 坐在大厅角落里的沈丰 嘴角浮现淡然的笑容 感知着外面的一举一动 这还是我认识的小叔吗 方锦言忍不住嘟囊道 他记忆中 小叔不管面对敌人还是朋友 都是正人君子的形象啊 如今为了沈丰这位老弟 真的是做出了巨大的改变 由此可见 他的小叔是多么地看重沈丰 第一千三百四十五张 我这个人很记仇 柳梦蝶一脸呆滞地盯着方文良 脸上的倔强之色早已消失干净 他的师父太强大了 如此不遮掩地出尔反尔 让他嘴角忍不住浮现了笑容 王宇兰美眸里隐隐浮现失望之色 原本在他眼里 方文良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 如今当众违背自己说过的话 简直是无耻得很啊 周围顿时想起了修士的议论声 方文良对此毫不在意 他内心深处恨不得立马杀了王楚松 他清楚这为辅主是个多么狠毒的小人 面对这种魏君子 他用得着遵守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吗 他不用周围的人理解 他只需要什么身边的人知道便可 今天要送沈丰离开浮摩城 他不打算将事情彻底闹大 要不然他早就对王楚松动手 已经忍了这么多年 他心中的力气一直压制着 王楚松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道方文良 你身为恋心得总部的副格主 你代表了恋心得的脸面 如此说话不算话 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方文良目光冰冷一片 道 王楚松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转而 他看向跟着走出来的一众恋心师 问道 你们说 我有答应过这位王府主什么事情吗 这些恋心师一口同声道 没有 恋心师在一众天内向来高傲 尽管天眼府接近于顶级势力 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脉 而且恋心格总部内高手如云 哪怕是他们这处分部也不是好惹的 王楚松身体内气势滚动 紧握着拳头的手背上 抱起了一根根猙獰的青筋 他想要直接对方文良动手 不过 据说方文良的战力很强 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再有他对恋心格总部有所顾虑 就在这时 沈丰缓步走出了大厅 既然柳梦蝶和父母团聚了 那么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是时候该离开福摩城 他相信方文良的决定 这位老个一定有所把握 才会执意要光明正大送他出去 很多人对于走出来的沈丰 并没有多留意 但 见过沈丰的王楚松和范铃鱼等人 第一时间表情有所变化 心中正是怒火燃烧的时候 正愁没有地方将这些怒火释放 其中范广山身体内天玄静一层的气势暴冲而出 身影犹如鬼魅一般让人看不透 以一种快速且诡异的方式接近沈丰 喉咙里抱喝道 小子 拿命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让周围不少修士猛然一愣 王宇兰美眸里闪烁着复杂之色 他不明白沈丰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出来 眼看着范广山拳头轰出 身影要彻底临近沈丰的时候 站着不动的方文良 忽然之间身影一闪 袖袍一挥之间 形成了一股霸道无比的劲气 以奔腾之势 冲击在了范广山的身上 砰的一声 范广山来不及躲避 在恐怖劲气冲击在自己身上的瞬间 他感觉全身的骨头犹如要散架一般 如同一个抛飞的麻袋 撞击在了对面客栈的一根石柱上 促使整根石柱陡然塌陷下来 扑范广山喉咙里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显得苍白无比 脸上布满了不知所措的神色 原本一脸得意的范凌宇 见自己爷爷被击飞之后 身影顿时来到范广山身旁 方文良 你别太过了 我们天眼府处理自己的事情 你也要插手吗 王楚松眼眸里冷冽无比 方文良拍了拍沈丰的肩膀之后 没有去理会王楚松的愤怒 对着周围的人说道 这位是我方文良的老弟 如若谁敢为难我这位老弟 那么就是和我方文良作对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听到这番话之后 沈丰顿时吸引了无数道目光 如此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子 被方文良热情地称之为老弟 这可不是嘴上客气这么简单 王楚松眼睛一瞇 原来他们之前的推测错了 或许方文良真的是看在沈丰的面子上 才将柳梦蝶收为徒弟的 可这小子何的何能 难道就因为帮方文良解开了一个疑难吗 王雨兰神色惊讶地盯着沈丰 那个一众天内无解的疑难 真的被沈丰解答出来了 可纵使如此 方文良也应该不会认下沈丰为老弟啊 在不少人心里面充满疑惑的时候 王楚松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口中的这位老弟 他和我们天严府有些渊源 但他却杀了我们外府的两名天才弟子 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我们天严府的家事 我劝你不要插手此事 之前你违背承诺的事情 我可以暂时不计较 但今天 这小子必须要死 沈丰随意耸了耸肩膀 身上泛起临旋径六层的气势 他如今距离临旋径七层没多远了 平淡地说道 王楚松 我和你之间无冤无仇 我之前只是在天严府站住而已 待我进入你们天严府的那位前辈 并不是我的长辈 我和你们天严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们不必担心我会迎娶王雨兰 随后 他指向远处的范灵雨 又说道 你们将我安排在一个废弃院落里 我并不会有任何不满 你们内府的这位大师兄 千方百计想要了我的命 难道还不允许我反击吗 你们外府的两位弟子死有余辜 周围的修士听完这番话之后 他们隐隐能猜测到一些事情了 原来是天严府想要毁婚 远处的范灵雨在将自己爷爷扶起来之后 身影快速掠了过来 站在王楚松身旁之后 他吼道 小子 你一派胡言 根本就是你心狠手辣 杀了我们外府的两位天才弟子 既然这件事情是我们小辈之间的仇恨 那应该由我们小辈之间来解决 其余人都不要插手 他感觉出沈丰只有林璇进六层的修为 虽说如今他自己掉落到了林璇进九层 但要对付沈丰绝对是绰绰有余 况且沈丰就算有对付妖兽的办法 眼下这里没有任何妖兽 这次范灵雨要靠着的自己实力 将沈丰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当初沈丰将林默和周阳俊的影像全部记录了下来 不过眼下他也懒得拿出来解释太多 对着身旁的方文良 道方老哥 此事由我自己处理 在看到沈丰答应下来之后 范灵雨没有给他反悔的时间 身影第一时间掠了过来 他相信这次方文良绝对没有脸面对他动手 全身气势爆发到了极致 王楚松眼眸森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而王雨兰则是紧紧皱着柳眉 在范灵雨不停接近的时候 沈丰的身影也动了 在不施展战绩的情况之下 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巅峰 只是一瞬间 他的速度便超越了范灵雨 在对方回不过神来 身影停顿了一下的时候 沈丰的右手掌按在了范灵雨的胸口之上 小子 休要再次行凶 你要考虑清楚后果 王楚松脸色一变 喉咙里立马喝道 沈丰仿若未闻 在范灵雨恐惧的目光之下 他右手掌内有恐怖的冲击力在凝聚 范灵雨感觉身体十分僵硬 在沈丰气势的压制下 他有些动弹不了身体 拼尽全力在运转功法 可惜 只是徒劳罢了 沈丰嘴角冷笑浮现 你的战力太弱了 我这个人很记仇 谁若想要我死 我必定会送他去地狱报道 话音落下 轰的一声 从沈丰右手掌内爆发而出的冲击力 直接将范灵雨的胸口轰了一个对穿 他的心脏彻底化为了血水 整个人带着死不明目的神色 朝着后方倒飞而去 第1346章是否该给我一个解释 时间在这一刻逐渐放缓 画面开始定格 胸口被冻穿的范灵雨 终于摔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瞪大的眼睛始终盯着沈丰的方向 只可惜他眼眸里再无半点生机 或许到了临死前的那一刻 他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死在沈丰手里 这个小子明明只有临玄境六层的修为啊 沈丰不顾王楚松的呵斥 一意孤行地取走范灵雨的性命 在很多人眼里称得上是壮举了 这里毕竟是天眼府的地盘 哪怕方文良力挺沈丰 如若王楚松真的不计一切代价动手 恐怕这楚恋心得分布抵挡不住 不过在众人眼里 更为惊叹的是沈丰强大的战力 初次交手便越即解决了范灵雨 在战力方面能够称之为天才了 王宇兰美眸里光芒闪烁 但就着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 如若方才沈丰饶过范灵雨一命 或许他的父亲会就此罢首 可如今范灵雨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沈丰给直接送去黄泉路 以他的了解 他的父亲不会善罢甘休 方文良身影来到沈丰身旁 刚才他也有些担忧 好在自己这位老弟真的不是普通人 竟然在战力上也如此不凡 这让他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道王楚松 今天的闹剧是不是该收场了 刚刚是你们天眼府的人先动手 事已至此 你应该没话说了吧 文言 受伤的范广山来到王楚松身旁 亲眼看到自己的孙子被人杀死 他脸色阴沉的要滴水了 忍不住传音道 福主 这件事情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王楚松体内天玄境二层的气势彻底爆发 如果今天放沈丰离开浮摩城 那么天眼府将彻底颜面扫地 他森冷的眸子盯着方文良 道 如若今日天眼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杀了这小子呢 你们这楚恋心得分布真的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了吗 此话一出周围的气氛顿时凝固 一道道目光集中在方文良的身上 空气中极尽无声 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谁也不知道处于愤怒中的王楚松 接下来到底会做出什么决定来 原本那些力挺方文良的炼心师 在看到王楚松面露杀意之后 他们脸上浮现了犹豫之色 如若天眼府真的要不过后果动手 那么他们这处分不极有可能在惊天覆灭 柳梦蝶一脸担忧的盯着沈丰的背影 背驰紧紧的咬着嘴唇 无论方文良做出什么决定 接下来的形势对于沈丰来说都极其不利 正当气氛越来越凝重的时候 忽然之间 从远处传来了细碎搭 搭 声 类似于马蹄声 在如此安静的氛围里 这细碎的声音显得极为清晰 不少人的目光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 只见一名书生模样的人骑着一头毛驴 在慢慢的靠近恋心格分布这里 这名书生的相貌极为出众 可他身上的衣衫显得十分破烂 他的这头坐骑很丑 但论外表的话 这头毛驴连一般最普通的毛驴也不如 这头浑身棕色的毛驴 身上没有任何气势可言 哪怕王楚松等人也感觉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 在场这些人直接认为这头毛驴连妖兽也不算 如此一个衣衫破烂的书生 坐在一头普通的毛驴身上 显得太过寒酸 竟然还不知死活再往这边靠近 在很多人看来 简直是一个书呆子 而沈丰在看到这鸣骑着毛驴的书生之后 他心中浮现的一丝忧虑 终于化为云烟彻底消散 他相信以秦摩的能力 要解决眼前的麻烦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见过秦摩的人很少 所以方文良等人都认不出这名书生的身份 王楚松和范广山等天眼府的人 看到秦摩忽然回来了 脸上在微微一愣之后 便不再有太大的变化 如今他们处于暴怒之中 哪怕是这个书生回来了又如何 他们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面对一道道目光 坐在毛驴上的秦摩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犹如没有觉察到周围的气氛一般 来到了练兴德分部大门口之后 他拍了拍毛驴的脑袋 这头毛驴顿时停下了脚步 脚子 上市恢复的不错啊 秦摩从毛驴上走下来之后 没有把周围的人当回事情 直接对着沈丰说道 沈丰笑了笑 道 多谢前辈关心 秦摩唯唯点头之后 转过身 淡然的目光看向了王楚松 问道 关于这里的事情 你们是否该给我一个解释 他的毛子并不伶俐 正音也显得平淡无奇 如同是随口问了一句 王楚松压制的怒火 秦摩的先祖 毕竟和他们天眼府的先祖有渊源 哪怕是要动手 也准备解释两句 他只知道秦摩性靴 至于对方的全名 他根本没兴趣了解 声音冷冽地说道 薛老弟 我们祖上有着深厚的渊源 我把你们当作一家人看待 而在你离开的这些天里 你带来天眼府的这个小子 杀了我们外府的两位天才 就在刚刚 他又杀了我们内府弟子中的大师兄 这一系列事情 哪怕我愿意不计较 天眼府内的长老和弟子也不会同意 今天让我将这小子带回天眼府处置 我绝对会公正地处理此事 你认为如何 秦摩淡然一笑 看向了沈丰 问道 小子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沈丰没有多说任何废话 手掌一翻 一块记录影像的玉牌出现 玄器立马注入其中 随后 从里面冲出了耀眼的光芒 在空气中形成了当初林默和周扬郡前去院落里的场景 玉牌中记录的影像 到周扬郡和林默对沈丰动手就停止了 其中的每一句对话都清晰无比 原来真的是周扬郡和林默想要杀沈丰在先 最后被沈丰杀死 这也怪不得谁 完全是他们就由自取 王楚松和范广山等人没想到沈丰如此谨慎 当初竟然还记录着这些影像 一时间 他们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简直是如同吃了苍蝇一般 脸心格分布周围再度安静了下来 半晌之后 琴摩拍了拍毛驴的脑袋 目光看向王楚松之后 漫不经心的说道 事情既然水落石出 那么你们是否要给这小子一个交代 再怎样 总应该要对这小子道声歉吧 第1347章现在还觉得可笑吗 琴摩的声音始终没有波澜 身上也没有任何气势可言 正如他当初带着沈丰进入天眼府一般 可能是因为太低调了 王楚松和范广山等人全部都认为 琴摩自身的实力不会太强 在他们看来 琴摩是用某种法宝隐藏了气势 这种遮遮掩掩的人 修为又会强到哪里去 如今在沈丰还原事情的真相 以及琴摩说出这番话之后 王楚松气息不再平稳 胸口有些起伏着 要让他们天眼府对眼前这小子道歉 这个书生难道脑子坏了吗 以为祖上和天眼府的先祖有些渊源 就敢在这里如此大放厥词 简直是无药可救 周围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书生读书读傻了 如若天眼府真的对沈丰道歉 那么今后还如何再扶摩成立足 方文良和方景言惊疑不定的看向琴摩 能够让沈丰喊出一声前辈的人 他们觉得琴摩肯定不简单 在众人陷入沉思中的时候 琴摩对王楚松平淡说道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考虑 这话说的好像完全没将王楚松放在眼里 周围不少人更加觉得这个书生是在挑战王楚松的耐心 琴摩很显然不会在乎周围人的想法 给沈丰传音道 小子 是我将你带入天眼府的 没想到会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 我这里有一颗五神珠 当作是给你的补偿 你可以好好感悟一番 说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份机缘 传音完毕的瞬间 他手臂一甩 一颗墨绿色的珠子 朝着沈丰飞了过去 沈丰随手将珠子接了下来 旁人根本感觉不出这颗珠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凡是想要加入五神山的人 必须要得到五神珠的认同 而在一众天内 能够得到五神珠认同的人很少很少 在五神山上有五座山峰 每一座山峰上只有一名弟子 在过数年时间 如今五神山上的大弟子将去往二重天 到时候留下的二弟子会晋升为大弟子 以此类推 到了那时五神山会空出一个位子 所以五神山已经在考虑要招收一名小师弟 或者是小师妹 从五神山成立以来 其中去往二重天的人已经有不少 五神山只会有五名弟子 这是谁都无法打破的规矩 如今秦摩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 才让沈丰试一试能不能沟通五神珠 他心里面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每个能加入五神山的弟子 其天赋在一众天内都是绝对强悍的存在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天才便能够加入五神山的 将五神珠握在手心里的沈丰 在起先的疑惑之后 逐渐平静了下来 试着去感悟五神珠内的玄妙 如若这其中对于他来说真的有一份机缘 那么他自然不会放弃 他现在最缺少的便是实力 想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机缘 以此来缩短提升修为的时间 周围形成了一种古怪的气氛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沈丰和秦摩身上来回扫视 伴随着沈丰体内功法运转 隐隐有玄气注入五神珠之后 这颗珠子上泛起了微弱的光昂 沈丰觉醒的魂印之一天之间 开始有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随后 他的肺魂印第一魂印 同样有了这种奇怪的变化 通然之间 在沈丰背后凝聚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江山图 原本神色平静的琴毛 眼睛陡然之间瞪大 脸上终于浮现了不可思议之色 五神珠所形成的异象 只有曾经激发过五神珠 或者是正在激发五神珠的人才能够看到 所以在场除了沈丰和琴摩之外 其余人全都看不到这幅绚丽无比的江山图 琴摩在掩饰住了内心的不平静之后 在心里面自语道 这次被我捡到宝了 这家伙竟然能够让五神珠凝聚出江山图 在我们如今的五名弟子之中 也只有大师兄有这样的能耐了 嗯 见沈丰在继续沟通五神珠 琴摩心里惊一了一声 难不成这小子还能带来什么惊喜吗 在他目光全部集中在沈丰身上的时候 沉默了好一会的王楚松 终于是再也无法忍受 虽然他们确实不占理 但这一口气他无法咽下去 将拳头握紧之后 他声音冰冷地说道 薛老帝 你不觉得自己所说的话很可笑吗 你让我们天眼府对这小子道歉 你这是在藐视我们天眼府的威严 既然如此 我要和你单独对战 这是为了天眼府的尊严而战 王楚松必开了对天眼府不利的话题 义正言辞地呵斥完之后 身体内的气势如火山爆发一般 琴摩脸上浮现不耐烦之色 他是看在先祖的面子上 才给天眼府道歉的机会 如今王楚松却这般不知死活 况且眼下在他看来 沈丰铁定会成为自己的小师弟 五神山虽说不插手 依众天内的恩怨 但如若有谁敢惹上五神山 绝对会死得很惨 从以前到现在 还没有五神山的弟子会受到欺负呢 他转过身子的瞬间 平淡无奇的一掌朝着王楚松拍出 好 我便陪你玩玩 见琴摩动手 王楚松面带很立之色 这就真的怪不得他了 将自身速度极致爆发 玄气如龙般在升腾 他的身影必依时间略出去 不过 当琴摩这看似平淡的一掌完全拍出之后 空气之中陡然刮过一阵飓风 一股恐怖掌风奔腾如闪电 在场除了方文良隐隐看清楚以外 其余人的视线全都一阵模糊 包括王楚松在内 下一个瞬间 轰的一声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 王楚松已经被拍飞了出去 整个人陷入了地面之内 浑身被鲜血给不满 地面颤动不停 琴摩冲着王楚松的方向 说道 现在还觉得我说的话可笑吗 平淡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身体陷入地面中的王楚松 心里面惊骇无比 原来他看不起的这位薛老弟 并不是修为太弱才隐秘气势的 被人当众拍入地面之内 王楚松快要愤怒的发疯了 不管如何 今天过后 他绝对会成为浮魔城的一个笑话 范广山和周围那些认为 秦摩是在找死的人 这一刻 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王楚松乃是天玄境二层的强者啊 就这么如同一只虫子一般被拍飞了 秦摩的战力到底的要有多么强大 第1348张人的名 树的影 随意将王楚松一掌急飞之后 秦摩的目光重新回到了沈丰身上 周围静密的可怕 方景言吞了吞口水之后 对着方文良传音道 小叔 这位前辈不一般 方文良点头回了一句 连我都看不出他的深浅 这次天眼俯踢到铁板了 在他们两个用传音交谈之际 柳梦蝶终于缓了口气 这个看似平凡的中年书生 居然有如此无敌的战力 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只不过 这里的事情很快会惊动天眼府的太上长老 到时候这位中年书生还能如此力挽狂澜吗 此刻 沈丰眼睛早已闭了起来 他的神魂沉浸在了一个奇特世界之中 背后波澜壮阔的江山图不停扭曲着 他的魂印血之翼也逐渐再有了反应 其余人根本看不到这幅江山图 他们非常疑惑秦摩为什么表情这般凝重 这幅江山图栩栩栩如生 其中的每一样景物都像是真的一般 可随着越来越扭曲 江山图在慢慢溃散开来 形成了一片白茫茫的迷雾 秦摩看到这一幕之后 心中的激动抑制不住 眼眸里泛起精彩的光芒 暗自道 真的要有奇迹发生了吗 这家伙能够将五神珠沟通到极致 通的一声 正当这时 身体陷入地面下的王楚松 悬气如飓风般爆发 四周十块全部爆裂开来 整个人迅猛地冲了出来 浑身不满鲜血的模样 促使他整个人看上去凄惨无比 身为天眼府的辅主 他何曾被人如此拍飞过 但他心里面也隐隐有些后悔 如若早知道这个中年书生这般强大 那么他绝对不会是之前的那般态度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事情发展到了如今这一步 他要是选择后退 依众天内的其余势力 会如何看待天眼府 王雨兰看到自己父亲这般模样 他脸上隐隐浮现着怒火 虽说知道错的可能是天眼府 但王楚松毕竟是他的父亲啊 当范广山等天眼府的人 脸色殷勤不定之时 从天眼府的方向由两道身影呼啸而来 刚才在王楚松被攀入地面中的时候 他已经联络了两位太上长老 并且在传讯之中 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澎湃的气势在天地尖铺散开来 周围的不少修饰脸色惊变 天眼府的两位太上长老赶来 这意味着天眼府要动真格的了 只是短短一会时间 天空中两道流光滑过 最终停顿在练心格分布的上空 只见一名绿袍老者和一名紫袍老者浮空而立 阴沉眸子里的目光扫湿了下来 身上有一种不目自微的气势 其中紫袍老者乃是天眼府最强的太上长老王志川 修为在天玄境八层 只差一步便能够跨入天玄境九层之内 他是王楚松的嫡系老祖 而身穿绿袍的老者虽说没有王志川强大 但一身修为也抵达了天玄境六层 他名叫彭新洲 刚才在王楚松的传讯里 他们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虽说是他们天眼府理亏 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此罢首 王志川冷恒了一生之后 滚滚气势压迫向秦摩 道你先祖曾和天眼府的先祖有着渊源 你前来天眼府 这本是一桩喜事 如今却弄得如此局面 你可知错 尽管魂后的气势专门针对秦摩 但周围人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不少人膝盖开始弯曲了起来 秦摩身体内透出的波动 将沈丰给笼罩在其中 他目光只是半空中的王志川 道看来天眼府是想要玩到底了 说话之间 他脚底之下悬气冲出 整个人缓缓扶空而起 方文良和柳梦蝶等人看到天眼府的两位老祖出现之后 他们再度担忧了起来 其中方文良想要跨出步子 去助秦摩一臂之力时 正在浮空的秦摩 头也没回的说道 此事由我来处理 他背后仿佛是长了眼睛一般 文言 跨出步子的方文良 身体微微停顿住了 彭星洲脸色阴狠了起来 体内玄气爆发而出 整个人顿时向秦摩冲击而去 恐怖的气势一层层的淹没向秦摩 四周的天地间有限之力再滋生 再急剧的将秦摩给禁锢起来 面对如此恐怖的禁锢之力 秦摩毫不犹豫的轰出一拳 极致的蹦碎之力 在天地间回荡开来 轰的一声 禁锢之力陡然间碎裂开来 正在靠近的彭星洲脸色大变 脚下的步子立马暴退 可还是晚了一步 胸口受到了蹦碎之力的波及 扑的一声 嘴巴里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与此同时 一旁的王志川也立马动手 手掌推出之间 浑厚的浪潮波动扩散开来 瞬间将把蹦碎之力给化解了 他站立在彭星洲的身旁 脸上的神色彻底凝重了起来 第一次正是眼前这个中年书生 道有几分实力 不过 凭借这般力量想要战胜我 还是差了一点 话音落下 王志川浑身怒意燃烧 今日天眼府被逼到如此境地 他这位最强太上长老如何能不动怒 右手掌抬起之间 犹如在举起一座高山一般 骇人无比的气势 在他的掌心内凝聚 手掌拍出的瞬间 天空仿佛也陡然下沉了一般 求天破灭掌 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印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向秦魔猛然抓了过去 空间剧烈颤动着 而旁边受伤的彭星洲 同样施展出了这一种无品战技 不过 他所形成的手掌要弱上一筹 两只巨大无比的手掌 一左一右封锁住了秦魔的退路 以恐怖的速度合拢在了一起 将秦魔狠狠的吞噬在了其中 王志川和彭星洲一起联手 要解决这个中年书生应该没有问题了 如此强大的招式 让很多地面上的修士摊坐在了下来 而王志川他们两人嘴角浮现很辣的笑意 相信这一招绝对能够要了中年书生的性命 王楚松和范广山等人凝笑地望着天空中的动静 随后他们又将目光看向沈丰和方文良 本以为可以对这些人动手了 可忽然之间 一阵狂暴的秦英 从合拢的巨大手掌内转出 随着秦英越来越狂暴 两只巨大无比的恐怖手掌 再急剧地战动起来 当某个时刻 秦英抵达了爆点 轰的一声 两只巨大的手掌猛然爆裂 在天空之中快速消散着 秦摩在半空中寒腿而坐 在他面前放着一把古琴 食指灵动地在琴弦上波动 一层层惊骇的力量 随着一个个音符弥漫在天空之中 王志川第一个脸色巨变 他看到在这把古琴的边缘 刻着五神山这三个字 虽说字体很小 但还是被他给发现了 五神山秦摩 王志川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脸上闪过一丝褪意 人的名 树的影 五神山上的每一个弟子 全都不是好惹的存在 哪怕是顶级势力 也不愿意去得罪五神山 在他的声音缓缓回荡之后 除了沈丰之外 这里的其余人全部愣住了 秦摩之名在一仲天响亮的很啊 这一瞬间 他们心脏都有一种奏停的趋势 第1349张荒谷世界图 如今五神山内的五名弟子 包括五神山曾经的弟子 他们一个个全部都是牛掰至极的人物 从前有些五神山的弟子 不曾在一仲天展露锋芒 便去往了二重天之内 但关于五神山的事迹 一直流传于一仲天内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 除了神庭之外 在一仲天里没有哪个势力 能真正意义上压住五神山 一般情况下 五神山上的弟子都很低调 以至于很多人 连他们的长相都不清楚 五神山不会参与一仲天内的纷争 没有真正意义上 和这里的最强势力神庭对碰过 但是 在五神山最初的那数千年里 还是有不长眼睛的人 自主去得罪五神山 其中最有名的是 非常久远的曾经 有一名顶级势力的长老 杀了刚刚加入五神山的小师弟 五神山只是让 那个顶级势力交出那名长老 可那个顶级势力非但拒绝 甚至想要联合其他势力 将五神山给彻底覆灭 就在他们商议此时的那一天 当初五神山上的大师兄 走了下来 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覆灭了那的顶级势力 他完全以一人之力 做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次事件之后 五神山彻底在一众天内扬名 成为了一个极为神圣的地方 很多年轻弟子做梦 都想要加入五神山 不过 五神山的选拔极为严格 而且需要有弟子去往二重天 才会有空位出来 这是一个无比另类的势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 有不少强者想要挑战五神山上的弟子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战力 只可惜没有人成功过 所以 五神山这三个字 代表着非凡的意义 秦摩虽说只是五神山如今的五弟子 但传闻中 他拥有和天玄境九层强者一战的本事 而且他好像还没有跨入天玄境九层呢 眼下他身上只是泛起天玄境的恐怖气息 没有人感觉得出他具体在天玄境几层 王志川内心情绪复杂 眼眸里的目光看向呆滞的王楚松 如若没有发生这么多事情 那么他们能够和秦摩攀上关系 也等于是和五神山有了关系 这对于他们天眼府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可如今一切都被王楚松和范广山等人给搞砸了 他感受着空气中弥漫的秦英之力 身体内的玄气隐隐失去了控制 他极力的压制着这一切 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秦摩 而一旁的彭新洲要比王志川弱上很多 在一道道秦英的影响之下 他体内的玄气和功法运转路径变得一团糟 脸上布满了不甘之色 身子直接朝着地面上掉落下去 正当王志川想要去扶住彭新洲 然而 琴摩波动琴弦的食指顿时加快 音符化为一把把利剑 向王志川冲击而去 每一把利剑内全部蕴含悲逆之力 恐怖的呼啸声 刺痛着底下修饰的耳膜 王志川剑如雨滴一般的利剑逼近 他顾不上去扶住彭新洲了 身影暴退的瞬间 在周身形成了浑厚无比的防御层 天玄境八层的气势冲击到了极点 砰 砰 砰 一把把利剑冲击在防护层上之后 快速的爆裂开来 毕竟王志川接近于天玄境九层的强者了 这一身修为并不是摆设 在他抵挡剑雨的时候 又是砰的一声 彭新洲从天空之中摔下去之后 地面上陡然出现一个深坑 他恼怒无比的盯着天空中神色淡然的琴魔 可在如此情因面前 他根本发挥不出战力来 待到剑雨消失 王志川脸色变换不停 散去了周身的防护层 道 琴魔 何必如此堕堕逼人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我们不再追究之前的事情 底下的王楚松和范广山等人 心里面被滚滚不甘给填满 同时也有一种后悔在滋生 如若他们知道琴魔的身份 一定会好好安排沈丰 哪怕沈丰不是琴魔的晚辈 他们也会极力去促成沈丰和王雨兰的婚约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想你搞错了吧 你应该问我要不要继续追究此事 琴魔戏虐的声音在天空中回荡 食指暂时停顿了下来 随后 他又说道 这样吧 你们天眼府的人全部向底下的这小子道歉 我念在我先祖和你们天眼府先祖有渊源的份上 可以不追究此事 现在轮到你做决定了 听到这番话之后 王志川脸色阴沉无比 要天眼府的所有人全部给沈丰道歉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 要是真的做了此事 他们天眼府恐怕自此会一蹶不振 况且他堂堂天眼府的太上长老 修为距离跨入天玄境九层不远了 他也算是一众天内的巅峰人物 要他对一个临玄境小子低头道歉 他真的无法做到 就在这时 底下忽然传来一阵玄境波动 紧接着是突破的气息在空气中回荡 秦魔的目光望下去 只见握着五神珠的沈丰 身上的气息不再是临玄境六层 彻底的跨入了临玄境七层 他周围玄境一阵狂暴 从来没有人能够借助沟通五神珠 以此来突破自己的修为 恐怕沈丰是第一个人 当然秦魔狂喜的并不是沈丰突破修为 而是沈丰背后浓郁的迷雾 在逐渐的散开了 又有一幅巨大的画卷在徐徐展开 促五分钟之后 当这幅画卷完全展开 其大小直接从地面连接到天空 从里面溢出一层层极为古老的气息 这一切只有沈丰和秦魔能够感觉到 其余人还是看不到这幅巨大的画 以及荡漾出的古老气息 这幅画中多姿多彩 有一头头咆哮着的妖兽 有一道道正在施展招式的人影 高山流水绚丽景色 古老建筑等等应有尽有 这一刻秦魔真的一不开目光了 在心里面自语道 荒谷世界图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人能沟通出五神珠内的荒谷世界图 要是山上的那些家伙知道此事 绝对会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 这小子必须要成为我们五神山的小师弟 看来眼下这件事情我的要更尽力才行 要不然山上那些家伙肯定会喋喋不休 这荒谷世界图之中 可是蕴含了很多玄妙 这位小师弟的福分不浅啊 将来兴许能借助荒谷世界图 在二重天内崛起 这一众天注定是困不住这一类人的 第1350章直接被踢死 在秦魔被荒谷世界图吸引的时候 沈丰紧紧的闭着眼睛 完全没有去理会周遭发生的一切 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只因为经脉中奔腾的玄气变得异常古怪 随后他的神魂脱离躯体 来到一片古老的世界里 看着四周逼争无比的景象 沈丰知道自己的神魂 来到了身后形成的巨大画卷里 放眼望去 每一头飞禽走兽 每一道身影 甚至一草一木之上 都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玄妙之意 沈丰的神魂在这里跨不出步子 距离他最近的是一头幻影风暴 这是一种风属性的妖兽 此刻 这头幻影风暴踩着一种奇特的步伐 在沈丰周围的空间窜来窜去 速度极快无比 犹如是一道闪电一般 在这荒谷世界图里 沈丰的神魂之力无法释放出太远 眼下的极限正好是可以笼罩住这头幻影风暴 他怀疑这头妖兽在施展一种战绩 毕竟妖兽到了一定的修为之后 同样是可以修炼战绩的 当沈丰的神魂之力集中在这头幻影风暴上之后 醒刻之间 他整个人的神魂被极致拉扯过去 立马融入了这头幻影风暴体内 接着在这头幻影风暴奔跑之间 沈丰的神魂已经在领悟这头妖兽施展的身法类战绩 而且领悟的速度非常之快 他可以大致判断出这头幻影风暴施展的身法类战绩 绝对抵达了无品的层次 难道说这里的每一道身影和每一头妖兽 都代表了一种战绩 或者是比战绩更加强大的攻击手段吗 如若真的是这样 那么沈丰不敢想象 他背后形成的这幅画卷的要有多么珍贵 不过 现在他考虑不了这么多 神魂尽可能的去将这一种无品身法类战绩三物 而此时 盘腿悬浮在半空中的琴魔 察觉到沈丰的神魂进入了荒谷世界图里 他嘴角兴奋的笑容止不住 在心里面想到 看来流传下来的传说是真的 只要将荒谷世界图激发出来 修饰的神魂针可以进入其中修炼 脸色犹豫不定的王志川 无法看到沈丰身后的变化 虽说他心里面疑惑无比 但清楚眼下要化解这次的危机才最重要 要让他低头对沈丰道歉 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看得出琴魔好像对沈丰非常看重 现在只有铤而走险 如若将沈丰掌控在手里 那么到时候一切事情都可以慢慢谈 王志川给底下的彭兴周传音道 我来拦住琴魔 我们天眼府如若不想颜面尽失 那么你必须要将那小子给活捉 彭兴周听到王志川的传音后 他眼眸里阴沉的目光闪动 如今琴魔的琴音暂时停止 他经脉中流转的旋气不再受到影响 看着沈丰身旁的方文良 他知道这家伙并不好惹 给一旁的范广山和王楚松传音 你们负责拿下那小子 方文良交给我阻拦 话音落下 他的顿时向沈丰冲击而去 同时天空中的王志川手里出现一件法宝 在将其激发之后 绚丽的光芒充斥天空 琴魔瞬间被包裹在了一层结界之内 这一层结界有阻隔声音的作用 范广山和王楚松看到天空中的变化 他们自然知道了王志川和彭兴周的打算 身影相继略了出去 由于范广山如今距离沈丰近上一些 再而他比王楚松先冲出去 所以他的身影在前面 被结界限制的琴魔 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嘴角浮现一抹冷意 方文良见靠近的彭兴周 他果然想要动手阻拦 柳梦蝶等人看着一直在变化的形势 眼眸里的凝重始终没有散去 可这时被所有人忽略的那头丑陋毛驴 原本在沈丰身前安静地站立着 然而这一瞬间 这头毛驴身影猛地跃了起来 两条前腿朝着冲击而来的彭兴周踢了过去 他身上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彭兴周看到这头毛驴竟然敢阻拦自己的去路 愤怒的一掌顿时轰击向毛驴的右前腿 在他眼里 这头毛驴很快会化为一滩血水了 从他的掌心之内有磅薄的冲击力涌出来 碰当手掌和右前腿接触的刹那 彭兴周脸色骚然俱变 他只感觉自己的手掌一阵剧痛 然后 在他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下 整指手掌在毛驴的蹄子下 瞬间化为了密密麻麻的血雾 紧接着 这头丑陋的毛驴 其身上爆发出了天旋径八层的气势 在彭兴周惊骇的脸色之中 这头毛驴的两条前腿 顺利踢蹬在了彭兴周的胸口之上 他直接将彭兴周的胸口踩出了两个血洞 随后 将这老家伙给狠狠地踩在了地面上 方才毛驴的前腿踢蹬在彭兴周身上的瞬间 这老家伙体内的五脏六腑立马爆裂 他可以说是瞬间死亡的 眼下 被毛驴踩在脚下的彭兴周 显然是没有了任何一缕气息 这头站立恐怖的毛驴或许是觉得不解气 他的前腿和右腿不停在其身上踩踏着 没一会的时间 彭兴周这位天眼府的太上长老 身体直接变成了一滩烂肉 原本马上要接近的范广山 脚下的步子一顿 脸上布满了恐惧无比的神色 这头如此丑陋的毛驴 竟然会有这么可怕的修为 吓得他心脏差点蹦出来 脚下的步子急速暴退 可已经是晚了一步 这头毛驴身影略出 脑袋撞击在了范广山的身体之上 又是砰的一声 范广山在无尽的恐惧之中 身体瞬间爆裂了开来 倒是慢了一些的王楚松 有了反应的时间 使出全力急速暴退 脸上的神色无比的苍白 眼睁睁的看着太上长老和大长老死亡 他的整颗心脏被精锯给填满了 脸头小小的毛驴都如此惊骇人心 居然有天玄近八层的修为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天空之中想要等沈丰被拿下之后 好好和秦摩谈一谈的王志川 看到彭新州和范广山接连死亡之后 他的眼睛微微瞪大 武神山真的这么恐怖吗 光光只是一名武弟子 就让他们天眼斧落得如此地步 最重要秦摩一直没有展现真正的战力呢 轰磁时 笼罩秦摩的结界突然爆裂开来 天空之中再度布满秦英 秦摩的食指不停弹奏 看向神色变幻的王志川 道 现在我真的有点怒了 你是在逼我学习你们天眼斧吗 第1351张低头 冷漠的声音在天空中扩散 秦摩食指拨弄秦弦的速度再放慢下来 应该是换了一手秦谱 他的脸色略显冰冷 心里面已经认定了沈丰这个小师弟 武神山向来护短得很 再有眼前的事情本就是天眼斧的过错 对方却还如此执迷不悟 简直是不拿他秦摩当回事情啊 舒缓的秦英在空气中流淌着 王志川并没有感觉到秦摩的攻击 心中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心思 脸色无比的难看 声音低沉的说道 我愿意道歉 我们整个天眼府的人都愿意道歉 秦摩平静的看着王志川 道 如若刚刚你做出这般决定 那么底下的两个废物不会死 原本我这次前来扶摩城 只是来看一看先祖的故人之后 我暂时离开一趟 只是为了去收服这头亡灵天驢 打算将这头妖兽送给你们天驢 天眼府 只可惜啊 为什么你们要够眼看人低 非但如此 竟然还想要动手杀人 此事本就是你们天眼府有错在先 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听得那头毛驴是传说中的王陵天驢 王志川心中悔恨不已 而退开很远一段距离的王楚松 同样是悔清了肠子 王陵天驢在如今的衣众天内 几乎是消失了 这种妖兽长期在死尸最多的地方存活 靠着吞噬死尸内的一种特殊力量 从而来不断强化自己的修为 一头天玄境八层的王陵天驢 哪怕一般的天玄境九层强者 也无法将其顺利降服的啊 而秦摩在没有抵达天玄境九层的情况下 便做到了如此高难度的事情 最重要 这头王陵天驢原本是秦摩要送给天眼府的 这让王志川和王楚松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 你们所有天眼府的人 全部下跪给这小子道歉 秦摩手指缓缓拨弄着琴弦 文言 王志川脸色越发难看 道 你不是说只要道歉吗 你刚才没说过要下跪 秦摩平淡地说道 你也说是刚才了 你错过了我给你的机会 竟然还想要困住我 让天眼府的人对那小子动手 现在下跪道歉不是很应该吗 退一步 低头向一鸣灵玄境的小子道歉 这已经是王志川的极限了 眼下要让他直接下跪道歉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秦摩 他只是一个零玄境的小子而已 我们天眼府的人向他道歉 难道还不够吗 非得要下跪才行 空气中舒缓的秦英在逐渐加快 秦摩手指拨弄得不再缓慢 他点头道 就凭他是我们五神山未来的小师弟 你们天眼府再三想要取走他的性命 难道让你们下跪很难吗 我是念在先祖和你们天眼府有渊源的份上 才一再压制怒火 要不然你以为如今还能和我说话吗 如若此事传到五神山 被我大师兄和二师姐他们知道 你们天眼府胆敢对我们五神山的小师弟动手 恐怕马上要离开一众天的大师兄 一定会送给你们一份礼物 让你们天眼府的所有人全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五神山的大师兄要离开一众天了 沈丰就是五神山新招的小师弟 王志川停顿在天空中的身体开始僵硬了起来 他原本冒出了拼死一搏的念头 这里是他们天眼府的地盘 他还是有一些底牌在手的 在很久远的从前 当初就是有一名顶级势力的长老 杀了刚刚加入五神山的弟子 然后 当初五神山的大师兄一夜歼灭了那个顶级势力 如今他们天眼府连顶级势力也没有跨入 到了这一刻 王志川感觉自己之前所做的决定大错特错 刚才是交集之间 才做出了那么愚蠢的抉择 底下的王楚松通体冰凉 原来他想要杀的小子 竟然是要加入了五神山的小师弟 他口中倒吸了一口冷气 王宇兰呆滞的看着闭眼的沈丰 原来这家伙已经要加入五神山了 他知道想要加入五神山是多么的困难 沈丰绝对是拥有至高的天赋 柳梦蝶泪眼朦胧的望着少爷 他嘴角终于浮现了笑容 知道今天谁也无法取走沈丰少爷的性命了 光光是五神山小师弟这个身份 在整个一众天之内 有谁敢光明正大的击杀沈丰 虽说五神山不插手各大势力的纷争 但前提是别人不要惹上他们五神山 方文良松了口气 对着一旁的方景言传音道 认了这么一位叔叔 你现在敢想如何 方景言吞了吞口水 传音道小叔 你别这么说了 我知道这次是我占了便宜 有一位五神山的叔叔存在 我做梦也没想到啊 在场不少年轻一辈 看向沈丰的时候 眼眸里布满了羡慕之色 这可是五神山的小师弟啊 一般来说 小师弟都是最被照顾的一个 正当所有人惊叹连连的时候 天空之中的王志川悲哀的叹了口气 身上的气势开始散去 模样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整个人垂直朝着地面落了下去 而且落下去的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砰的一声 他直接双腿跪了下来 四周的地面猛然爆裂 他面向沈丰 声音浑厚的说道 请小兄弟高抬跪手 放我们天眼府一次 我们天眼府的所有人都知道错了 堂堂天眼府最强的太上长老 修为抵达了天玄境八层 眼下却没有脾气的下跪着 面对现实 他只能这么做 如若一意孤行下去 那么他们天眼府肯定会消失于一种天 周围一道道目光集中在王志川身上 这些目光之中带着异样之色 经历了此事之后 王志川的心性会受到巨大影响 也许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到天玄境九层了 此时 紧紧闭着眼睛的沈丰 身上竟然再次有了气势波动 旋气一层层荡漾开来 只是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他的修为竟然再度突破 从零玄境七层跨入了零玄境八层 刚刚低头下跪的王志川脸色惊变 这就是五神山选中的小失地吗 才这么一会会时间 竟然在零玄境内连续提升修为 这回 哪怕是天空中的秦魔也吸了口气 他不清楚沈丰在荒谷世界途中经历了什么 怎么会又突破修为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第1352张峰了 猝五分钟之后 沈丰身上的气势再逐渐稳定下来 周遭暴动的空气也恢复了平静 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眸子里闪过一抹锋利光芒 身后巨大无比的荒谷世界途 在缓缓地合上 直到最后消失于天地间 感受着体内零玄境八层的力量 沈丰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 他之前彻底沟通五神珠 让荒谷世界途出现之后 他势如破竹地跨入了零玄境七层 而这次之所以能跨入零玄境八层 完全是他的神魂融入幻影风暴体内 在将那种五品身法类战技感悟出来后 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名物 同时五神珠内有一股力量涌入他体内 在这两者相辅相成下 他才能顺利跨入零玄境八层 他现在非常怀疑 是不是只要在荒谷世界途中领悟一种战技 或者是一种强大的攻击手段 他便会得到一次名物和一次能量的注入 如若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五神珠确实有些逆天了 在刚才将那种五品战技三物之后 沈丰知道了这种身法类战技名为闪幽布 虽说只是理论上的三物而已 但沈丰可以肯定 如若现在自己施展闪幽布 绝对可以抵达精妙的层次 只要之后多加修炼 肯定能够将闪幽布修炼到神洞层次 暂时不去考虑这些事情 沈丰的目光望向半空中的琴魔 道前辈 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 这颗五神珠还给你 在沈丰要将五神珠抛向琴魔的时候 天空中的琴魔微微一愣后 笑道不必如此 你的性格我十分欣赏 我要你加入五神山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在见识了荒谷世界图的玄妙之后 沈丰还能做出这番决定 琴魔对这位未来的小师弟 越来越看好了 沈丰眉头微微一皱 他算是加入了云霄神宗 而且云霄神宗的宗主等人 对他十分不错 虽说加入两个势力 应该是没有任何冲突 但他觉得此事 等先回一趟云霄神宗再说 毕竟云霄神宗的宗主楚海祥 之前陪着沈丰去封建城 完全是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 沈丰向来是一个讲究秦义的人 他对着琴魔 道前辈 我之前已经加入过一个宗门 能否等我回一趟宗门之后 再做出决定 周围这些修士听到沈丰的话之后 他们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错了 这可是五神山的邀请啊 换做是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方文良和柳梦蝶等人也略显惊讶 恨得的立马帮着沈丰答应下来 琴魔在神色一顿之后 没有任何一丝生气的迹象 道有性格 五神山的弟子就得要与众不同 好 等处理完了这里的事情 我亲自陪你回一趟你所在的宗门 说话之间 他从天空之中落了下来 随意的站在沈丰身旁 传音道 我清楚你心里有很多疑惑 一切等你到了五神山 我们会慢慢向你解释 此时 跪在地上的王志川 瞪着一旁发愣的王楚松 喝道 混账 还不快下跪道歉 难道你想要天岩府毁灭吗 听到这番呵斥 王楚松的膝盖也在逐渐弯曲 直到最后扑通一声 表情呆滞的向沈丰跪了下来 随后 王志川对着四周的天岩府之人 吼道 在场凡是和天岩府有关的人 全部给我向这位小兄弟下跪道歉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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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王志川和王楚松都下跪了 其余天岩府的人自然不敢反抗 一个接着一个的跪了下来 场面极为的壮观 王雨兰紧咬着嘴唇 美眸里的目光注视着沈丰 脸上是无比复杂的神色 沈丰注意到这女人的目光之后 她心里面一阵无奈 说实话 她对这个女人没有反感 毕竟之前王雨兰还写信过来通风报信 在沈丰想要开口的时候 一旁的方文良先一步说道 雨兰 你不必下跪 接着 她看向沈丰 道 沈老弟 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里 今天终于能够公开了 在她话音落之时 脸上戴着面纱的云雅荣 从脸心得分布的大厅走了出来 刚才她一直在里面注意着这里的动静 云雅荣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王雨兰身上 在所有人目光集中过来的时候 她将脸上的面纱摘了下来 身体才恢复没多久 她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可这一刻 她拼命将体内微弱的旋气集中在喉咙上 数秒之后 才艰难无比的说出两个字 雨兰 之后 她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 方文良及时扶住了她的手臂 王雨兰看到云雅荣之后 她美眸里布满了浓郁的震惊 忍不住喊道 母亲 她的母亲在自己五岁的时候就失踪了 在她父亲的描述之中 云雅荣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一直以来 在她眼里 母亲已经死了 如今突然看到云雅荣出现 她一时间呆立在原地 周围修饰脸上的神色惊疑不定 在场有不少人 曾经是见过云雅荣的 方文良扶着云雅荣一步步向王雨兰走去 同时口中说道 当年雅荣是被逼嫁给王楚松的 在他们成婚之后 我和雅荣在一次无意间结识 我们两个被互相吸引 甚至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 说到此处 她已经扶着云雅荣来到王雨兰面前 继续道 不要怪你的母亲 王楚松对她非常不好 当年你母亲的家族有难 你母亲跪在地上求了她三天 可她却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最后你母亲的家族几乎被彻底覆灭 这些事情我想你应该不知道吧 后来在你五岁那年 你母亲和王楚松摊牌 想要永远的脱离天眼府 当时在浮摩城外的一处山崖边 王楚松直接对你的母亲动手 将她打成重伤之后 丢入山崖底下 我知道你母亲和王楚松去摊牌 见她迟迟没有传讯给我 当初我找遍了附近的很多地方 终于在山崖底下发现了奄奄一席的她 雅荣在说出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便陷入了昏迷之中 神魂有一种要溃散的趋势 一直到如今才再次苏醒过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收你为徒吗 那是因为我不想打草惊蛇 让天眼府对我有任何怀疑 在你母亲没有苏醒之前 我不能做出太冒险的事情 你并不是王楚松的女儿 是我何雅荣的女儿 此话一出 扑柜在地上的王楚松 身体里血翻腾 脸色一阵长红之后 从她嘴巴里猛然吐出一大口鲜血 自己竟然帮别人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她整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双眼之中没有任何神采 片刻之后 她时而疯狂大笑 时而悲伤哭泣 时而又大吼大叫 天眼府今天受到了如此惨重的打击 她如今又像一鸣灵玄境的小子下跪 她已经处于怒气攻心的边缘 这个真相 等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楚松这个天眼府的辅主 堂堂天玄境的强者 这一刻 她彻底的发疯了 只因为方文良给她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沈丰一脸的古怪之色 觉得这位方老哥挺强悍的 竟然给隔壁老王戴了绿帽 还白白给她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要知道王宇兰可是天眼府内的第一天才啊 第1353章从来不收愚蠢之辈 当真相揭开之后 在场跪地的王志川等天眼府的人 情绪一阵的翻江倒海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王宇兰竟然不是王楚松的女儿 他们看着完全发疯的王楚松 知道今天过后 天眼府将彻底一蹶不振 想要跨入顶级势力的范畴之中 将会变得遥遥无奇 王宇兰看着面前的方文良和云雅荣 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复杂 看到王楚松的变化之后 他知道方文良所说的应该是真的 沈丰叹了口气之后 对着方文良说道 方老哥给他一点时间 他现在需要慢慢接受这些事情 方文良点了点头之后 他看向王宇兰 道 我不会强迫你喊我父亲 我会给你时间慢慢去适应 今后我一定会弥补这些年 我所亏欠你的 如今天眼府落得这般地步 沈丰梅打算继续追究下去 毕竟天眼府和秦摩的先祖 也算有些渊源 他对着跪地的王志川等人 说道 你们起来吧 在王志川站起身之后 其余天眼府的人也一次站了起来 秦摩拍了拍王林天磊的脑袋 目光随意地看向王志川 说道 你们天眼府是不是该给出一些补偿 文言 王志川差点气地吐血 这秦摩实在是太无耻了 虽说他心里面这么想 但他脸上却勉强浮现笑容 道 我们天眼府一定会让这位小兄弟满意 沈丰原本想要直接离开佛魔城了 在听到还能有所补偿之后 他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给柳梦蝶传音道 天眼府内有没有什么奇特的宝物 柳梦蝶随即用传音回答道 少爷 天眼府的火神楼底部 禁锢着一种强大的火焰 其火焰能够焚烧死天玄境五层的强者 我听说这种火焰名叫蛇灵黑炎 天眼府的修饰进入火神楼之后 可以靠着蛇灵黑炎的温度淬炼身体 每天的日落之时 蛇灵黑炎会有一个时辰的削弱期 在这个时间段里 蛇灵黑炎的火焰强度 最多只能焚烧死地玄境二层左右的强者 这蛇灵黑炎并不是天火 应该是一种天地间存在的特殊火焰 沈丰在听完柳梦蝶的传音之后 他嘴角浮现一抹笑容 如若让吞天白炎融合了蛇灵黑炎 那么是否能让吞天白炎内部形成火焰空间 在上次吞噬了融天地炎之后 距离吞天白炎内部形成火焰空间 又垮出了一大步 你们天炎府的蛇灵黑炎 我要了 沈丰丝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次要不是有情魔出现 他想要离开浮魔城会变得极度困难 甚至说不一定会命丧于此 王志川听到沈丰想要取走蛇灵黑炎 他脸色骤然一变 这种火焰的温度经过处理之后 可以淬炼天炎府修士的身体 对于他们天炎府来说非常的珍贵 如若被人取走 那么今后他们天炎府的弟子用什么来淬炼身体 可他在看到神色淡漠的情魔之后 只能点头道 好 不知小兄弟还有什么要求 沈丰摆了摆手 暂时还没有想到 等之后想到了再告诉你 这一瞬间 王志川的脸色比吞了苍蝇还要难看 要将蛇灵黑炎拱手送出 这已经让他的心在低血了 原本他只是客气的问一句 没想到沈丰会这么回答 简直是比秦魔还无耻啊 他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里剩下的事情交给方文良处理 王志川带着沈丰和秦魔率先回天炎府了 当然那头王灵天驢也紧跟在后面 如今看来 沈丰只能明天一早赶回云霄神宗了 他今天必须要让吞天白燕融和蛇灵黑炎 一会之后 在王志川的带领下 沈丰和秦魔来到了天炎府深处 这里树立着一栋鼓楼 王灵天驢对这一切没有什么兴趣 自己站在了一旁的树荫底下 沈丰看着这栋鼓楼巨大的牌匾上 写着火神楼这三个大字 王志川请沈丰和秦魔走进了火神楼 他们立马感觉到空气中温度在攀升 对皮肤和血肉有一种灼烧感 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长 灼烧感会不停地增加 王志川带着沈丰和秦魔走到了一楼的右边角落之中 随后他的手掌按在了地面之上 轰的一声 从石砖内猛然冲出一抹恐怖的火焰 紧接着石砖上出现了一个小型明文阵 王志川摆弄了阵法数秒之后 这个角落里的石砖消失了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从其中不停窜出黑色火焰 车灵黑炎被禁锢在这下面 每天落日之时 这种火焰的温度会下降 但只会维持一个时辰 然后又要恢复到原本的温度 他知道这种事情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只能装作大方地说了出来 沈丰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体内的吞天白焰 思索了片刻后 对着秦摩说道 前辈 等待会落日之时 我一个人下去拿走这种火焰便可 秦摩问道 你有把握一个人对付蛇灵黑炎 沈丰微微点头 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我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见此秦摩不再多言 道士一旁的王志川心里面一阵发狠 哪怕是蛇灵黑炎的温度下降 也能够焚烧死地玄境二层修饰 在他看来 沈丰一个人下去 能够取走蛇灵黑炎的几率很低 甚至还有一定丧命的几率 想到此处 他心中一阵冷笑 认为沈丰太不知死活了 在等待日落之时 秦摩将蛇灵黑炎的一些特性 对沈丰说了一遍 这是一种外形似蛇的火焰 据说是在温度极高的火焰之地 有大批大批的蛇类妖兽死亡 其体内的血液在不停的焚烧之中 逐渐地融入火焰里 如此一年一年的积累 最终才有一定几率形成蛇灵黑炎 眼看着落日之时要到了 可以感觉到周围的灼烧感再下降 秦摩说道 你自己小心一些 蛇灵黑炎很难被取走 沈丰点了点头 带到落日之时彻底到来 他进入了洞口之内 周身形成了一层防护 一路沿着阶梯往下走 王智川见沈丰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之后 假惺惺的说道 你不怕他非但无法取走蛇灵黑炎 反而被这种火焰吞噬吗 秦摩脸上浮现一抹自傲之色 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武神山从来不收愚蠢之辈 他说自己能行 我便相信他能行 第1354章每时每刻的增长 日落西山 天眼府在夕阳的余晖中 显得有几分的落寞 站在火神楼门口的王智川 望着日落的方向 心里一阵的唏嘘 原本他们天眼府有崛起之事 如今留下的只是可笑 发生在浮摩城的事情 恐怕很快会在一众天内传开 秦摩像树荫底下的亡灵天旅走了过去 对沈丰根本没有任何的担心 或许正如他所说 武神山从来不收愚蠢之辈 如若沈丰死在蛇灵黑炎的吞噬之中 那么只能证明他不够资格进入武神山 王智川看着秦摩从容的背影 他眼眸里的神色闪动不停 心中自语道 武神山的人真是够自负 竟然放心让一个临玄境的小子 去取走蛇灵黑炎 反正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到时候这小子死亡 也不能怪在天眼府的头上 心里面私存之际 他同样选择在火神楼外等候着 与此同时 火神楼之内 顺着通往底下的阶梯一路行走的沈丰 如今他的修为在临玄境八层 各个方面全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虽说越往下面走 温度再逐渐的升高 但随着日落之时的到来 蛇灵黑炎在不停的进入虚弱旗 周身强大防护抵御着灼热的温度 沈丰体内的吞天白焰 开始跃跃欲湿了起来 大约八分钟之后 沈丰走完了阶梯 来到了底下的一个石室之内 这里最多只有普通的房间一般大小 在石室的中间位置 勾画着一个限制类的明文阵法 一抹形似巨蛇的黑色火焰 在明文阵内燃烧着 根据感应 沈丰知道这个明文阵 只是用来限制蛇灵黑炎的 对修士来说没有任何一点影响 形似巨蛇的蛇灵黑炎 仿佛也有一对蛇的瞳孔 森冷的目光定格在沈丰身上 这个石室内的温度很高 尽管蛇灵黑炎处于虚弱旗 但哪怕是临旋径九层的修士来到这里 身体也绝对会被严重烧伤 甚至五脏六腑会受到温度的侵蚀 好在沈丰不是一般的临旋径修士 如今他就算是遇到地旋径二层的修士 也有取胜的几率 如若王志川知道沈丰如今的战力 那么他应该不会有嘲弄的心思 沈丰左手掌一番 在心知空间内凝聚成天火药顶的吞天白燕 顿时从他的掌心内冒了出来 化为一朵生腾着的恐怖火焰 虽说蛇灵黑炎并没有产生灵智 但在觉察到吞天白燕的气息之后 他本能的不安了起来 火焰在明文阵内战动不停 沈丰脚下的步子跨出 神色肃默地向蛇灵黑炎走去 在来到明文阵边缘的时候 他全身气势飙升到了极致 玄气在他四周缭绕着 脚步跨入的瞬间 沈丰左手握着吞天白燕 右手掌猛然朝着蛇灵黑炎拍了过去 蛇灵黑炎无法离开明文阵 在沈丰右手掌拍过来的瞬间 他的外形更加凝练了几分 更加像一条恐怖的黑蛇 其身子朝着沈丰的手掌撞击而来 见此 沈丰眉头一皱 从右手掌内涌出澎湃的限制力 在火焰舌头距离他的右手掌三厘米的时候 这火焰舌头再也前进不了分毫 沈丰全身玄气集中向右手掌 化为一层层恐怖的限制力 如海浪一般冲击而出 将蛇灵黑炎给包裹在了其中 或许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蛇灵黑炎想要往后逃离 只是沈丰手掌内涌出的限制力 如同是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将蛇灵黑炎给牢牢捕捉住 表面上 沈丰是占据了上风 不过 他其实并不轻松 恐怖的火热之力 在不停渗透进他身体 最重要这火热之中 竟然还带着一股子的阴朗 在不停的钻入他的骨头里 试图再将他的骨头分解开来 沈丰知道现在不能浪费时间 左手掌一送 吞天白炎化为一大片火焰 顿时将蛇灵黑炎给吞噬在其中 有了沈丰的帮助之后 蛇灵黑炎做不了太大的抵抗 只能慢慢的被吞天白炎给融合 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眼看着一个时辰要过去了 可吞天白炎还没有完全融合蛇灵黑炎 一旦让其温度恢复过来 那么沈丰绝对会九死一生 心里面开始有些焦急了起来 在整个过程之中 吞天白炎逐步的吞噬蛇灵黑炎 促使自己的温度也在不停的上涨着 某一时刻 眼看着蛇灵黑炎要彻底恢复温度的时候 沈丰眉头紧紧的皱着 随时准备逃离这处时事 然而 吞天白炎忽然之间有了变化 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空间波动 当蛇灵黑炎温度爆发的瞬间 从吞天白炎上散发出了越来越强的空间之力 只是一秒之间 爆发出恐怖温度的蛇灵黑炎便消失在了眼前 沈丰猛然松了一口气 他身上的衣衫被烧得有些破损了 差一点身体也被火焰温度给灼伤 他看着面前不停颤动的吞天白炎 仔细感受了一番之后 他可以肯定吞天白炎形成了内部的火焰空间 在最关键时刻 将蛇灵黑炎吞入了自己的空间之内 好一会之后 沈丰确定了吞天白炎将蛇灵黑炎彻底融合之后 他整个人冲入了白色火焰之中 下一个瞬间 他来到了一片被火焰充斥的空间里 在这里 上下左右 每一个地方全部是有所火焰形成 蛇灵黑炎的大部分能量 用来觉醒这个火焰空间了 所以吞天白炎的温度没有上涨多少 如今只是能够焚烧死地玄境三层左右的修饰 根据小黑之前所说 吞天白炎的火焰空间极为玄妙 修饰在其中可以增长火焰天赋 而且在这里修炼火属性的战技 神通和功法等等 能够有意想不到的快速进展 沈丰闭上眼睛仔细感应体内 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在进入这片火焰空间之后 他的火属性天赋在缓慢的增加 虽说很缓慢 但只要停留在这里 火属性天赋是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 这就十分的逆天了 哪怕是一个完全没有火属性的人 在这里常年停留 最终也可以成为一个牛掰至极的火属性天才 感觉到自身的变化之后 沈丰嘴角笑容浮现 这吞天白焰所形成的火焰空间 果然是足够强大的 难怪吞天白焰是传说中的禁忌之火 这种火焰实在太过恐怖 第1355张能够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天色再逐渐暗下来 方文良应该是处理完了练心格分布门前的事情 如今有不少天眼府的人在回来 几乎每一名弟子都是垂头丧气 而那些长老则是绷着一张脸 眼眸里是极度憋屈和无奈的神色 今天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这些天眼府的人 在伏魔城内根本抬不起头来了 不少人望向了火神楼的方位 原本到了夜幕降临 蛇灵黑炎经过虚弱旗之后 会进入一种旺盛旗 一般情况下 此时的火神楼应该会热气腾腾 甚至在表面会有些许黑色火焰缭绕 而今天的火神楼异常的安静 除了没有火焰缭绕以外 甚至连一丝热气都没有溢出 难不成蛇灵黑炎真的被那小子取走了吗 在天眼府不少人各有所思的时候 另外一边火神楼的门前 王志川满脸不敢置信 眼眸里透出惊讶的光芒 忍不住说道 这怎么可能 一个灵玄境小子为什么能收服蛇灵黑炎 身子靠在亡灵天驢身上的琴魔 一脸笑意的看着死气沉沉的火神楼 道有趣 这位小师弟真是有趣的很啊 等将来他到了武神山 恐怕日子也不会那么沉闷了 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道黑色身影从火神楼内走了出来 王志川看到沈丰身上没有受伤 只是衣服破损了一些 他眼睛略为瞪大 问道你真的取走了蛇灵黑炎 琴魔身影瞬间来到了沈丰身前 道没事吧 一切很顺利 沈丰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这让王志川和琴魔有些疑惑了起来 随后 沈丰终于开口道 我没有能取走蛇灵黑炎 不过 今后天炎府也不会存在这种火焰 我将其直接给毁灭了 如今蛇灵黑炎被融合进了吞天白炎之内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种火焰确实是被毁灭了 只是沈丰并不打算说出吞天白炎的事情 听到这番回答之后 王志川神色一愣再愣 他清楚蛇灵黑炎有多么的难缠 哪怕是在最虚弱的时期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被人毁灭的 他的神魂忍不住在沈丰身上扫过 片刻之后 他的眉头皱得越发紧 如若是沈丰取走了蛇灵黑炎 身上肯定会留有这种火焰的气息 可如今他根本感觉不出一丝蛇灵黑炎的气息来 难不成这种火焰真的被沈丰给毁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志川不甘心地问道 沈丰耸了耸肩膀 随便找了理由 道我的火属性天赋很强 找到了蛇灵黑炎虚弱时期的弱点 谁知道他不愿意被我取走 那么我自然是将他毁灭了 王志川脸上浮现怒火 他知道这完全是沈丰在湖边乱造 依众天内的羞逝 哪怕火属性天赋再强 又能够强到哪里去 他绝对不相信沈丰是这样毁灭掉蛇灵黑炎的 包括秦摩也是笑着微微摇了摇头 这番解释太没有诚意 不过沈丰丝毫不顾王志川的想法 说道既然蛇灵黑炎被毁灭 那么我再要一些其他补偿 吞天白燕重新化为天火要顶 储存在了他的心之空间内 其余人无法感觉到吞天白燕的存在 王志川怒的气息紊乱 可秦摩在一旁 他只能压制住怒火 道你还需要什么 沈丰想要试一试在火焰空间内修炼火属性战绩 到底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进展 所以他回答道 给我提供一种你们天眼府最强的火属性战绩 王志川有一种暴走的冲动 胸口起伏的越来越厉害 干枯的手掌紧紧握成拳头 体内的气势如同飓风一般 数秒之后 他又如同放了气的皮球一般 手里面出现了一本古籍 随手一甩 道这是天眼府的五品战绩 焚鼓掌 沈丰随手接过古籍之后 对着秦摩说道 前辈 我进入火神楼的底下 时室内闭关及格时辰 秦摩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 沈丰便又掠入了火神楼内 王志川的心不仅仅是在滴血 仿佛是在被人不停用匕首扎着 焚鼓掌这种五品战绩 历来只有府主和太上长老才有资格修炼 当然如若天眼府内诞生绝顶天才 也是能够获得修炼资格的 比如说王宇兰就修炼了这种战绩 只可惜他如今根本不是天眼府的人了 闭关及格时辰 他以为靠着这点时间能够散物焚鼓掌吗 短短及格时辰的时间 哪怕他拥有很强的火属性天赋 他也不可能将焚鼓掌修炼成功 你们五神山真的要收下这般自以为是的家伙吗 王志川忍不住开口道 秦摩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眉宇之间不经有几分昼起之意 走入火神楼内的沈丰 自然不知道王志川和秦摩的想法 他在来到底下的那间十世之后 他重新让吞天白焰从体内冲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片白色火海 沈丰没有犹豫 身影随即冲了进去 来到火焰空间之后 感受着继续在开始增长的火属性天赋 他开始翻越其手里的古籍 伴随着火属性天赋每分每秒的增加 配合停留在火焰空间内的领悟 他忽然觉得这种火属性的武品战绩 也不过如此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沈丰将古籍随手丢入了血红色戒指内 他开始一次次的修炼起了这种焰鼓掌 这次他亲身体会到了火焰空间的强大 他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又过了一会时间 他大概在这里停留了四十分钟 除去起先的二十分钟在领悟以外 其余时间他都在修炼焰鼓掌 眼下只见他周身火热之意奔腾 全身隐隐被一层火焰给缭绕着 一股无比可怕的焰灭之力 从他的身体内爆发而出 双眸之中浮现两朵火红色的火焰 右手掌猛然拍出 焰鼓掌 轰然一声 恐怖的火焰从他掌心内喷涌而出 带着一种焰镜万物之势 沈丰随脚略带兴 凭空施展这一掌 无法感受到其中的真实威力 他必须要找个人 或者是找一头妖兽连练手 不过 他可以肯定 在这么短短四十分钟的时间里 他将这种武品战技修炼 到了完美的层次 这绝对能够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每一种战技都被分为 粗浅精妙完美和神动 之前在荒谷世界途中 借助幻影风暴的身体 领悟了武品身法类战技 沈丰也只是一股作气 将其修炼到精妙的层次 想要让闪幽布继续提升层次 需要靠着沈丰今后的努力修炼 而如今完全不同 纯粹只是四十分钟的时间 沈丰将一种完全陌生的武品战技 修炼到了完美层次 在荒谷世界途中 最起码那头幻影风暴 在引导着沈丰三物和修炼 和眼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整个一种天之内 有谁能够做到在四十分钟内 将一种陌生的武品战技 修炼到完美层次的 肯定是找不出其他人来了 虽说火焰空间只局限于火属性的战技和神通等等 但这真的已经让沈丰十分满意 今后他的要多收集一些火属性的战技才行 第1356章谋炼 距离沈丰进入闭关已经有一个时辰 今晚注定是很多人的不眠之夜 天严府所有长老和弟子 根本无心修炼和睡眠 处理完事情的方文良 前来天严府看看沈丰的情况 除了云雅荣刚刚恢复身体 需要留在恋心格分布休息以外 方景连和柳梦蝶等人都跟着来了 包括不知该如何面对现实的王雨兰 也和他们一起走入了天严府 这里再怎么说也是他成长的地方 王雨兰想要回来看看 或许今晚过后 他将再也不会踏入天严府 方文良等人在天严府长老的带领下 非常顺利的来到了火神楼前 如今天严府的人不敢放肆了 看到秦摩和王志川之后 其中方文良对着秦摩拱了拱手 到久仰大名 早就听闻秦摩的风采 这次能亲眼目睹这一切 我真是对武神山越发好奇了 更在后面的方景连和柳梦蝶等人 也一次恭敬地向秦摩打了一声招呼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况且方文良等人和沈丰的关系不错 秦摩哪怕是看在沈丰这位小师弟的面子上 他也不能摆着脸色随口将方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得沈丰没有获得蛇灵黑炎 而是将这种火焰给毁灭了 他们心里面也是一阵惊讶 他们都知道削弱时期的蛇灵黑炎也十分难以对付 再而得知沈丰获取了天眼府的焚鼓掌 才刚刚闭关一个时辰之后 他们猜测沈丰应该不会这么快出现 一旁的王志川不打算再等下去 看到王雨兰这女人的身影 她便有一种要吐血的冲动 哪怕这次天眼府被重创 但他们原本还有崛起的希望 可王雨兰根本和他们天眼府没关系啊 正当她想要离开之时 在月色之中一道黑影从火神楼内掠了出来 王志川看到沈丰出现之后 她嘴角冷意滑过 道怎么样 是不是江坟鼓掌领悟的差不多了 在她看来 沈丰根本无法短时间内领悟 所以才从闭关状态中脱离出来 谁知道沈丰毫不谦虚的点了点头 道差不多算是领悟了 王志川笑着点了点头 无法领悟就对 话还没有说完 她的声音便猛然卡住了 目光盯着面前的沈丰 道你说什么 你差不多领悟了焚鼓掌 你少在这里说大话 你以为我们天眼府的五品战绩 如此好领悟吗 你是不是想要在秦王面前表现一番 所以才在这里如此胡乱说大话 只过去了短短一个时辰 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对此沈丰心里一阵无奈 难得不谦虚一次 竟然还被人如此鄙视 他真的是非常无语啊 情魔沉思着看了沈丰片刻 脸上没有变换任何表情 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而方文良和方景延等人 虽说想要相信沈丰所说的话 但天眼府的五品战绩焚鼓掌 绝对不是普通的战绩 哪怕是天赋强大的天才 也不太可能在一个时辰内完全三物 此时从天眼府南边的地方 忽然传来了一道道售吼声 根据声音分辨 应该是虎啸声 而且不仅仅是一头猛虎发出来的吼声 柳孟蝶之前一直是天眼府内的下人 他自然清楚吼声的来源 随即对着沈丰说道 少爷这虎啸声来自于天眼府的寿员 在一个月前 浮摩城外北面的多处村庄受到妖兽袭击 后来天眼府派出了聪明强者 将这些妖兽给擒拿了回来 我记得带领这些妖兽的是三个修士 只是他们应该从小就被妖兽养大 所以他们的一切习惯和妖兽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修炼方式也和妖兽一模一样 这三个修士的手段极为残忍 生吃了好几个村庄内的孩童 沈丰现在非常想要是一世坟鼓掌 这三个被妖兽养大的修士如此残忍 正好可以拿他们来练练手 去寿员 沈丰开口说道 随后 柳梦蝶立马在前面给他带路 气得王志川脸色长红 这里到底是谁做主的地方 他现在完全是被忽视了 秦摩和方文良等人不知沈丰要做什么 只是安静的跟在了后面 再来到了寿员门口之后 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空气中的妖气重了很多 走进寿员之后 可以看到这里的占地面积非常之大 摆放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笼子 里面被关押着各种不同种类的妖兽 一路往前走 沈丰停在了一块被划分出来的正方形空地上 这里差不多有一个擂台大小 被一层结界给阻隔了起来 只见在结界之中 有三名面容丑陋的中年男人 他们身上甚至长出了老虎的斑纹 毛子里充满了凶残之意 这三个家伙应该就是被妖兽养大的人 其中一名嘴巴裂开的中年男人 其修为在地玄境二层 另外一个鼻子塌陷的中年男人 修为在地玄境三层 至于最后一个没有眉毛的中年男人 其修为同样在地玄境三层 他们的手和脚同时支撑在地面上 毛子里很利的光芒越来越旺盛 看向结界外的沈丰等人 好像是在看着猎物一般 不过 再怎么说他们并不是妖兽 所以沈丰的控手师手段对他们没有用 一个地玄境二层 两个地玄境三层 对于沈丰来说是一次不错的磨练机会 他看向王志川 道 这三个家伙应该死不足席吧 正好可以让我来磨练磨练我的战斗经验 打开结界 让我一个人就去便可 文言 王志川猛然一愣 他没想到沈丰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这可是两名地玄境三层修士 以及一名地玄境二层修士 哪怕沈丰真的有能力压制削弱其的蛇灵黑炎 也绝对不会是这三个家伙的对手 这一刻 他很怀疑 沈丰是不是急着在琴摩面前表现 以至于智力严重下降了 要知道沈丰的战力在怎么强 也只是停留在临玄境八层而已 放文良和柳梦蝶等人一脸担忧的看向沈丰 一直没开口的王宇兰说道 我劝你最好不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三个家伙应该是被金贝银虎养大的 他们拥有金贝银虎一般的速度 在同等级的妖兽之中 金贝银虎的速度绝对可以称之为非凡 第1357章简直不是人 在王宇兰开口提醒之后 放文良也随即说道 沈老弟 宇兰说的不错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 磨练战斗经验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可以选择其他更加稳妥的 柳梦蝶刚刚不知道沈丰来这里的意图 他现在对沈丰是无比的感激 绝对不想看到沈丰出事 连忙说道 少爷 这三个家伙凶残的很 这里还有其他妖兽 您可以挑选零玄境的妖兽来磨练 方景言也想要开口 只不过被沈丰被抢先了一步 道 如若选择太弱的妖兽来磨练 那么就没有磨练的意义了 转而 他又看向王志川 继续说道 帮我把姐姐打开一个缺口 王志川当然很希望沈丰立马就去死 不过 他还是看了眼一旁的秦摩 既然已经妥协到了这个地步 他可不想在这种时候将秦摩给惹目 让他进去 秦摩在看到沈丰坚定的眼神之后 没有再多问任何一个问题 正如他之前所说过的话 沈丰说自己能行 他便相信其能行 五神山的弟子向来傲起冲天 相互之间有绝对信任 只要你踏入五神山 那么其他师兄和师姐会对你有足够的信任 根本不需要磨合 直接会把你当作一家人看待 方文良等人还想要说话 可看到沈丰根本不听劝的模样 他们知道说再多也没有用 说实话沈丰不是一个喜欢高调形式的人 但这次能化险为夷 全部是秦摩挺身而出 后来秦摩之所以要让他加入五神山 也完全是看到了他能激发五神珠 既然如此 他不妨再展现一下自己的天赋 有时候过分低调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得要适当的高调一回 当然这些事情只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受一下粉鼓掌的威力 顺便再修炼一下闪幽布 在秦摩开口之后 王志川不再有任何的忧虑 心中被阴冷给瞬间填满 随意在结界上打开一个巨大缺口 其中三名如野兽般的修饰 或许是感觉到王志川的气势 他们并没有立马发动攻击 在沈丰走进结界之内后 王志川立马合拢了结界上的缺口 嘴角的狠毒之色越发明显了几分 那三名中年男人见死 喉咙里发出了低沉的售吼 他们立马分散了开来 向沈丰形成了一种包围之势 一时间 狂暴的气势从他们身体内爆发而出 左侧那嘴巴裂开的中年男人 率先对沈丰展开攻击 然后是中间那名鼻子塌陷的中年男人也动了 最后右侧那没有眉毛的中年男人 同样将自己的速度爆发了出来 他们手脚并用 空气中冷冽的进风刮起 他们顷刻间逼近了沈丰 从张开的嘴巴里 可以看到他们无比锋利的牙齿 估计他们嘴巴的咬合力非常大 如若被他们咬中脖子 那么脖子肯定会被咬断 站在结界外的方文良和柳梦蝶等人一阵紧张 而王宇兰柳梅为咒 觉得沈丰这种不听劝的性格 简直是让人恼火 王智川眸子里力气涌现 最希望看到沈丰惨死的画面 不过在这三个中年男人临近的时候 沈丰体内临玄境八层的气势爆发 他直接施展出了精妙层次的闪幽布 身影随即在空气中化为一道闪电 这种无品身法类战技可不是吹的 只不过这三个中年男人最擅长的辨识速度 尤其是其中两个地玄境三层的家伙 他们爆发出极致的速度之后 竟然一点都不比沈丰漫上多少 扑哧扑哧空气中响起了血肉被抓破的声音 沈丰虽说躲开了这三个中年男人的攻击 但左肩旁和右肩膀之上出现了深深的抓痕 这是被那两个地玄境三层的家伙伤到的 临玄境和地玄境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实力差距 哪怕是临玄境九层 也根本是无法和地玄境一层相比的 沈丰在心里面暗自觉得不爽的时候 殊不知外面的王志川等人早已目瞪口呆 在一名地玄境二层和两名地玄境三层的修士攻击下 沈丰这个临玄境八层的人 竟然能够躲开 而且只是受了一些外伤 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最重要这三个中年男人是被金被银虎养大 他们是以速度为傲的啊 当然王志川等人也看出了沈丰施展的是无品战绩 在一众天之内 身法类的无品战绩算是非常的罕见 在缓过神来之后 王志川眯起了眼睛 虽说沈丰躲开了第一次攻击 但按照如今的情况 沈丰早晚会被这三个中年男人正式攻击到 在他看来 这只是时间问题 方文良和柳梦蝶等人也高兴不起来 他们和王志川是差不多的猜测 唯独只有琴磨面不改色 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一般 在他们各有所思的时候 这三个中年男人再次发动攻击 冲出来的身影极快无比 空气中近风阵阵 而沈丰目光凝重 判断着这三个中年男人逼近的方向和速度之后 这次他找出了一个空隙 显而又显得再次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这回他只是身上的衣衫被抓破了 皮肤上拨出了几道浅浅的痕迹 这三个爬行的中年男人 见沈丰两次躲开攻击 他们眼眸里的光芒变得越发凶残 而这里发生的事情 引起了天眼妇人的注意 不少长老和弟子前来看热闹 他们当然是希望沈丰死在这三个中年男人手里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这三个中年男人在不停调整方位 想要让沈丰没有任何漏洞可以钻 他们已经进攻了有三十多次 除了最开始让沈丰肩膀上出现深深的抓痕以外 其余的攻击 最多也只是让沈丰身上留下浅痕 每次沈丰都是显而又显地躲开 让结界外的方文良等人一直提着一颗心 而王志川等天眼府的人 迫切地想要看到沈丰被正式攻击到 终于在经过这次调整之后 这三个中年男人再度发起进攻 这一次他们的包围知识无懈可及 没有任何漏洞可以让沈丰钻 王志川等天眼府的人脸上浮现了冷意 方文良等人则是紧紧握着拳头 他们甚至连呼吸都屏住了 眼看着沈丰这回躲无可躲的时候 沈丰再度施展闪幽布 这次他身影更加像闪电了 空气中影影迷漫出金色光芒 一阵呼啸气势掠过 那三个凶残无比的中年男人扑了一个空 沈丰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 这次他没有利用任何的空隙 完全是靠着自己速度避开了他们的攻击 刚刚那一刻 经过了这三个人的磨练 沈丰将闪幽布彻底修炼到了完美的层次 他对这种闪幽布几乎是完全三悟了 只是要不停磨练 就能够让其层次提升 完美层次的五品山法类战技 王志川等天眼府的人一时间张大了嘴巴 这家伙竟然真的在磨练自己 而且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居然将精妙层次的五品山法类战技 直接提升到了完美层次 这家伙简直不是人 第1358章真的该结束了 一种诡异的气氛在空气中流窜 情魔看着结界内的沈丰 嘴角滑过了一抹笑容 自语道 不错 这才是五神山未来小师弟应该有的样子 方文良和方景岩等人屏住的呼吸松了下来 眼眸里的震惊之色 丝毫不比王志川等人少 之前劝说沈丰的王宇兰 脸上精彩万分 不禁说道 这便是五神山选中的天才嘛 修炼一种战技 想要将其从精妙层次 提升到完美层次 这其中需要付出的艰难无法想象 哪怕天才也不是随随便便能提升战技的层次 更何况沈丰施展的这种身法类战技 乃是五品的等级啊 当众人惊讶于沈丰在战技上的突破之时 那三个如野兽般的中年男人 喉咙里发出愤怒的乌叶声 如同是婴儿的哭声一般 月光透过结界洒在他们身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皮肤下越来越猙獰的清晶 手掌和脚掌都支撑在地面上 他们四周地面碎裂的越来越厉害 眼睛开始变得心红了起来 身上全部被老虎的斑纹给覆盖住 恐怖的血红色旋气 从他们身体内暴冲而出 四周碎石漫天飞 他们的身影一闪 再度朝着沈丰进攻 这一次处于暴怒之中 他们的速度在攀升着 从体内再溢出源源不断的力气 他们要将沈丰给撕碎 非常渴望血肉的味道 空气中凝聚的静风 将漫天碎石给切割成粉末 沈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静风 他全身隐隐有一种刺痛感 眼眸之中多出了凝重之色 体内玄膝流转 他再度施展出了闪幽布 然而 这次哪怕是完美层次的闪幽布 也无法顺利躲过攻击 其中两名必玄境三层的中年男人 他们的手掌同时拍在了沈丰的胸口之上 砰的一声 沈丰胸口之上鲜血爆出 整个人直接撞击在了结界上 促使结界荡漾起了一阵波纹 摔在地上之后 沈丰没有耽误任何时间 身子立马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三个虎视眈眈的中年男人 他嘴角有鲜血溢出来 王志川看到这一幕之后 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 这三个中年男人完全是处于发狂之中 他们绝对是催动了血液中的力量 促使自己的速度在短时间内提升 这是一种非常玄妙的方法 见沈丰没有要从结界内出来 而秦摩也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王志川越发期待沈丰死在结界之中了 天眼府的长老和弟子内心欢呼雀跃了起来 这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画面 一个临玄境八层的小子 竟然不知死活的和三个地玄境修饰对战 这简直是嫌自己寿命太长 方文良忍不住开口道 沈老弟已经够了 既然将身法内战技提升到了完美层次 那么你也达到了磨练的目的 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这里的结界不会阻隔声音 里面的沈丰听到之后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确实在短时间内 他无法将闪幽布晋升到神洞层次 看来也该要让这场谋恋画上一个句号 他暂时没有去理会方文良 目光定格在了这三个中年男人身上 扭动了一下脖子之后 道再来 说话之间 他主动发起了攻击 身影如同闪电 快速地逼近那的鼻子塌陷的中年男人 之前只是速度的比拼 如今沈丰是要和这三个家伙硬碰硬了 这让外面的方文良等人更加担心 王宇兰柳眉紧皱 自语道 他这么自寻死路 到底是为了什么 王志川嘴角阴狠的笑容旺盛 看来这小子没有机会成为五神山的弟子了 结界内那名鼻子塌陷的中年男人 拥有地玄境三层的修为 看到沈丰率先正面逼近自己 他脸上凶残之色浓郁 右手掌画围的爪子 毫不犹豫地拍了出去 空气中顿时荡漾出一层扫荡之力 这一掌 他完全没有手下留情 一旁另外两个中年男人没有急着攻击 或许是他们相信在硬碰硬的情况下 沈丰完全不会是他鼻子男人的对手 眼看着千针一发之际 掠过来的沈丰将右手掌拍了出来 迎上了他鼻子男人的爪子 焚鼓掌 突然一声火热之气从沈丰体内奔腾而出 犹如是猛烈的洪水一般 他全身被点点火焰缭绕 从他右手掌心内不断闪耀着赤红之色 结界的空间在这一刻 仿佛也被烧得通红 碰在沈丰手掌和他鼻子男人的爪子触碰之间 从沈丰右手掌内喷涌出了恐怖的火焰 这些火焰没有焚烧他鼻子男人的手臂 而是直接通过他的手臂 渗透进了他的身体之内 若隐若现的神韵 从沈丰体内流淌而出 或许是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 他鼻子中年男人急速暴退 只可惜已经晚了一步 只见他全身皮肤下变得血红无比 好像是火焰在他皮肤里燃烧一般 这便是焚骨掌的威力 一旦火焰渗透进对手体内 会疯狂地焚烧对手全身的骨头 直至将骨头燃为灰烬为止 最奇特之处 虽说焚骨掌的火焰猛烈至极 但不会将对手的皮肤给燃烧起来 如今的他鼻子男人 如同是一个闪亮的灯笼一般 皮肤之下被火光充斥着 从他喉咙里发出了声嘶力竭的野兽叫喊声 后大约半分钟之后 他鼻子男人皮肤下的火焰在熄灭 他整个人摊在了地面上 直到火焰消失 他全身骨头被焚为灰烬 在失去骨头的支撑后 他整个人根本无法成形 五脏六腑全部衰竭 一双新红色的眼睛瞪得巨大 仿佛不相信自己会死在一个零玄境小子手里 点点火焰在沈丰身上跳跃着 之前四十分钟的时候 沈丰已经将焚鼓掌修炼到完美层次 后来又修炼到满一个时辰 虽说没有完全抵达神洞层次 但已经隐隐地接近神洞了 毕竟完美和神洞之间不是轻轻松松便能跨越的 尤其焚鼓掌又是五品战绩 月色之下再次抬其手掌的沈丰 其掌心之内火焰燃烧 一双眸子冷峻无比 他如同是主宰火焰的沙神 他不没有去理会结界外目瞪口呆的众人 自语道这场谋恋真的该结束了 话音落下 沈丰的身影朝着另外两个中年男人掠去 第1359章捷径全力让他满意 在他鼻子男人死亡之后 嘴巴裂开的男人和没有眉毛的男人 早已惊慌失措 见朝着自己掠过来的沈丰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能反应过来 根据柳梦蝶所说 这三个家伙生吞了多个孩童 手上沾染的鲜血不会少 沈丰杀死他们没有任何一点负担 手掌连连拍出 火焰让空间融化 焚鼓掌沈丰的手掌顺利拍中了他们的身体 这两个凶残的中年男人来不及躲避 全身骨头瞬间被火焰给吞噬 嘶哑的惨叫声从他们喉咙里不停发出 直到他们全身骨头也焚为灰烬之后 身子同样是瘫在了地面上 痛苦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丝生机存在 这焚鼓掌的威力果然没有让沈丰失望 只不过连续施展三次焚鼓掌 他体内的消耗非常巨大 只剩下极为微弱的少部分玄器 额头上也被汗珠给布满了 目光看向结界外的众人 他随意耸了耸肩膀 道你们不必如此震惊吧 王志川脸色憋得通红无比 差一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道 什么叫不必如此震惊 这该死的小子简直是要让他憋屈而死 才区区修炼了一个时辰的焚鼓掌 就将其修炼到了接近神洞的层次 这让他有一种要撞墙的冲动 之前沈丰将闪幽布从精药提升到完美 这已经是够让他们震惊了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沈丰修炼闪幽布有多久了 所以也只是局限于震惊 这次可不同 王志川非常清楚沈丰只修炼了一个时辰的焚鼓掌 从前这小子绝对不可能接触过这种战绩 所以这肯定是沈丰一个时辰内的成果 这让他真的没法活了啊 他身为天眼府的最强太上长老 修炼了这么多年的焚鼓掌 也只是修炼到完美层次 这小子用一个时辰就超越了他 这让他真的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王宇兰一次次的低估了沈丰的天赋 他同样是修炼过分鼓掌 如今只是处于粗浅的层次 非常清楚这种无品战绩多么的难以修炼 可沈丰却只修炼了一个时辰 就抵达了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 他的活属性天赋到底有多么强大 这次真的让王宇兰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方文良和方景言这对熟直对视了一眼 脸上除了是苦笑之外 再无其他的表情了 沈丰实在是太过的妖孽化了 倒是柳梦蝶没有想太多 一脸的崇拜之色 完全成为了沈丰的头号明媚 秦魔也不再那么平静 眼眸里满是赞赏和惊讶之色 心里面暗自想到 这位小师弟的天赋真的如怪物般妖孽啊 恐怕在活属性的天赋上 如今武神山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秦魔和武神山其余人 最多是被称之为妖孽 这样已经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 可如今秦魔对沈丰的评价 才能够将其顺利毁灭掉的 王志川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手臂一挥 在结界上顿时又出现一个缺口 让沈丰能从里面顺利出来 刚刚他脑中思考了很多事情 哪怕带着沈丰前来天眼府 他也没有表现得太过热情 恨得的立马杀了这小子 如今在见识了沈丰如此天赋之后 他顿时恍然大悟了 可能有些人是天眼府一辈子也追赶不上的 正如面前的沈丰 这种妖孽一旦去往了武神山 恐怕会以极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到时候如若对天眼府还有怨恨 那么要动手覆灭天眼府 应该是极为轻松的事情 在王志川如今看来 沈丰是他们天眼府的最不起的人 为了天眼府的将来考虑 他这次必须要竭尽全力让沈丰满意 小兄弟 之前全部是我们天眼府的错 老夫在这里再次向你道歉 希望你可以真的放下对我们的仇恨 王志川挤出一道笑容 与其多了几分真挚 沈丰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如今天眼府也算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而他获得了不少好处 只要今后天眼府不来招惹他 那么他自然不会一直惦记着今天的事情 于是他平淡地说道 我已经得到你们给的补偿 文言 王志川点了点头 心里面做出了一个决定 小兄弟 为了表示歉意 我可以开启天眼仙池 让你进去浸泡些十日 他也是咬牙才做出这个决定 这天眼仙池是天眼府的一处宝地 每五十年才会被开启一次 只有内府排名前三的弟子能够进入其中浸泡 最重要如今距离这次开启还有三年时间 王志川是魄力提前给沈丰开启了天眼仙池 柳梦连暗自传音给沈丰 介绍了一番天眼仙池的情况 说实在的 这天眼仙池绝对是天眼府最宝贝的地方之一啊 沈丰能够猜出王志川的心思 这老家伙是想要让他满意到极致 想要让他今后不好意思再对天眼府动手 看来适当的高调一次 也能够换来不少好处 沈丰没必要和王志川太过客气 他对天眼仙池十分的好奇 如果能够让自己再次获得好处 那么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随口说道 好 我也在这里可以许莫 今后只要天眼府不招惹我 那么我绝对不会主动招惹天眼府 王志川要的就是沈丰这番亲口许莫 虽说心里面肉痛无比 但谁让这次他们天眼府倒霉呢 干脆一次性多花出去一些本钱 身为曾经天眼府的第一天才 王宇兰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天眼仙池 他曾经进去浸泡过 其仙池内的水极为的玄妙 对修士来说有着巨大的作用 之所以要五十年开启一次 那是因为如若开启的太频繁 池子内的玄妙之力会被快速消耗完 这次王志川为了沈丰提前开启天眼仙池 他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或许他还没有彻底放下自己曾经的身份吧 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可以非常肯定 进入天眼仙池之后 沈丰绝对可以再得到一次蜕变 这家伙将来到底能飞得多高 第1360张无底洞 天眼府内最北面 这里是内府的境地 一般情况下 哪怕是内府长老也不得靠近 今天由王志川亲自带路 沈丰等人当然是顺利抵达 途中没有任何的阻碍存在 把守这里的长老看到王志川后 立马上前恭敬地打了声招呼 王志川随意挥了挥手 这里的长老便退到了一边去 在这里有一扇厚重的黑色石门 其上散发出一股浑厚之力 普通的天玄境强者 恐怕无法靠着自身的力量 将这扇厚重的黑色石门轰开 王志川右手掌一翻 一颗如拳头大小的夜明珠 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内 随后 他身影来到石门前 左手掌猛然拍在石门之上 砰的一声之后 石门稍微地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 石门中间的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圆形洞口 倒是正好和王志川手里的 夜明珠大小相同 一旁的沈丰和方文良等人 注视着王志川的一举一动 他们感觉得出这颗夜明珠并不普通 绝对是一件强大的法宝 正如他们所料 当王志川将玄器灌入到夜明珠内之后 整颗夜明珠之上 顿时冲出了耀眼无比的白色光芒 一时间将周围照耀明亮无比 王志川没有犹豫 把爆发出光芒的夜明珠 放入了圆形洞口之内 随着圆形洞口的消失 这扇黑色石门内 不停在闪烁起晃眼的白光 一种可怕的力量在石门内爆发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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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久之后 这扇有些诡异的石门在自主打开 可以看到石门背后是一个洞窟 在外面根本是一眼望不到底 王志川对着沈丰 说道 小兄弟 你只需要顺着这条路行走 就能够顺利抵达天岩仙池 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不过 有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天岩仙池霸道无比 在你身体浸泡其中之后 你有可能遇到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每一个进入天岩仙池内的人 遇到的情况都不会相同 所以在无法坚持的情形下 他必须要立马从池子内出来 否则将性命难保 既然决定了要让沈丰进入天岩仙池 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杀死沈丰的念头 小师弟 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秦摩开口说道 他当然也希望五神山未来小师弟 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沈丰对着秦摩和方文良等人点了点头之后 他跨出步子走进了黑漆漆的洞窟之中 就是在浸泡天岩仙池的时候 旁边不能有其余人的气息存在 要不然会影响到天岩仙池的作用 曾经内府前三的弟子也是分开进入其中的 每次只能有一人在天岩仙池里浸泡身体 在沈丰进入洞窟之后 两边石壁上亮起了一个个的火把 渐渐地 站在外面的秦摩等人已经看不到沈丰的身影 在王志川看来 虽说天岩仙池极为的珍贵 但沈丰一个人消耗不了多少仙池的能量 所以他才会做出如此决定 众人都没有离去的打算 准备在这里等到沈丰从里面走出来 与此同时 一路顺着往里面走的沈丰 确实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可越是往深处走 空气中的火热之一越是浓郁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沈丰来到了这处洞窟的最深处 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池子 里面是翻腾着的一种红色一体 类似于岩浆一般 空气中热浪滚滚 沈丰的衣衫很快被汗水给浸透了 在天然仙池旁边的石壁上写了一行字 意思是修为只要抵达临旋径 便能够进入其中浸泡 只要在自己身体无法承受之前出来 便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出来也奇怪 这天然仙池内的一体 应该算是火属性的宝物 可沈丰心之空间内的吞天白焰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既然来到这里 那么沈丰也不再多做思考 缓缓吐出一口气 身体内功法运转 旋气在经脉之中奔腾 做好准备之后 沈丰直接走入了天然仙池内 他身上的衣衫瞬间被焚化 不过 身体上有着旋气的抵御 倒是暂时没有受伤 沈丰坐在了天然仙池内 感受着其中翻腾的红色一体 他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渗透进他体内 而且快速的在和他的身体融合着 他随即闭眼明神 体内两种功法交替运转的越来越快速 源源不断的能量和他的身体融合着 沈丰甚至在其中还感觉到了一股玄妙领悟 在逐渐的三悟之后 他知道自己只差一个契机 当融入他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多之后 某一个时刻 他身体内的瓶颈瞬间被冲破 磅薄的旋气从体内扩散而出 使得天然仙池内的一体变得更加翻腾 犹如是海边上的巨浪一般 沈丰的气息不再是临旋径八层 而是突破到了临旋径九层 闭着眼睛的沈丰 眉头猛然一皱 就这么如此轻轻松松的突破到了临旋径九层 这一切未免太过顺利了一些 刚刚王志川说过 每个人进入天然仙池后 所遇到的情况都会不同 但他现在没有遇到任何古怪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当他脑中思索之际 丹田内安稳的黑点 莫名其妙地旋转了起来 而且几乎只是一个眨眼 黑点旋转的速度便抵达了极致 促使沈丰的丹田内有一种隐隐作痛 在他想要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只感觉胸口猛然一通 紧接着 在他胸口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迅猛无比地吸收着天眼仙池内的能量 睁开眼的沈丰 看着自己胸口那个漆黑无比的洞口 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惊 他想要抬起手去触碰一下 可这才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动弹了 甚至连手指动一下也做不到 胸口这个黑漆漆的洞口 犹如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肆无忌惮地吞噬着能量 仿佛是要将天眼仙池内的能量吞噬完毕才会罢手 胸口之上除了有些疼痛之外 沈丰感觉不到其他难受的地方 但他可以判断出 被吸收进无底洞内的能量 最终全部汇聚到了黑点里 沈丰想要压制住黑点 可他现在体内运转的功法 也完全不听他的控制了 他隐隐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脑中开始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对 对 感谢观看